所以今天不課出席 那依系介紹是我們副局長王旭斌 養工處長劉軍熙 新工處長陳志仁 主任秘書潘子儀 檢任記證洪佳璐 專門委員呂明洋 中規科長藍士堯 警防科長陳漢威 品勞科長黃泉成 用地科長陳慶仁 採購科長許維廷 秘書室主任孫元明 會計室主任袁玉芬 人事室主任賴立偉 以及正峰主任戴詩琴 這是我們公務局的副局長和兩位處理長 還有一級主管以上人員 那接下來報告 本局 近來的工作概況 是以 現階段重點執行情形 以及未來努力方向提出報告 第一有關於現階段的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 道路 及附屬設施的維護部分 對於道路挖掘的管理業務 從105年4月1號到105年7月31號指總共受理2131件 那道路坑洞及修復的業務 同個時間總共有17077件 在4小時以內修復的部分達到95% 對於專案路面的修復 我們負責的部分有1,717萬平方公尺 其中1,315萬平方公尺會進行所謂的入屏工程 那已經完成了511萬平方公尺 未來還會完成804 那入屏工程的進行 有分四階段 第一階段是協調地下管線先施工 第二階段是入居改善 還有孔蓋調降 那第三階段就是入屏的顯報以及標線 第四階段就是常常會被誤解說 入屏以後還在挖的部分 這就是要對20%的維生孔蓋 還要再提升起來 那105年度會進行38條的入屏 目前已經完成15條 其他的依序會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降入副表1 那橋樑的設施的管理部分 我們會持續辦理橋樑的 巡查以及檢測及改善的工作 那第五項是人行道的品質 我們會繼續改善 也會提升 那第六項是推動電纜線的地下化 那到105年7月31日 已經協調了81條的電纜地下化會刊 其中24條在106年底前完成 那可拔除561根電桿 和達成14.8公里的電纜地下化 那這降入副表2 那對於入燈的維護管理 其中桃園航空 航空貨運園區 即客運園區的入燈改善 這個今年底會完成50% 其他的106年底前會完成 水營燈落日計畫 水營燈落日計畫 已經有21366斬 在今年10月底也會完成 對於重要的道路橋樑建設 榮岡圓環和榮岡路第一期已經完成了 那陶十九大竹的 大竹路的拓寬也會在106年的5月完工 那中山東路和榮岡路年底前會開工 從柯運園區桃四九中心路 還有桃四十二月桃路都在推動當中 那榮池路延伸到66的道路拓寬工程 最遲在明年底會開始動工 那其他的A那個區桃增收集重劃工程 在A10站還有A20站以及草榻都在陸續推展當中 那工有建築物我們對於桃園運動中心 中立運動中心還有平鎮運動中心 路鎮運動中心都在 有的在施工中 有的在招標中 那大英國中也在工程也在進行中 那工24公園以多目標使用已經開工了 那對於公園綠地的開闢及景觀工程 在平鎮的一名公園會分兩階段來辦理 那而22公園明年也會開工 那五九桶山的生態公園 還有橫山書法公園也都陸續在推展當中 好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中路處省處長 謝謝 主席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本府王副市長 以及北地朋友大家早安 首先先介紹本處今天練習的主管 副處長 董欣行 主任秘書 葉青森 御房科長 劉正宇 曹主科長 洪文聰 安危科長 何明穎 秘書室主任 楊振華 工程查核承辦 杜思廷 採購業務承辦 劉修全 會計員潘淑芳 人事管理員 黃佩玲 那接著就跟報告一下這段期間本處推動的工作的情況 首先就是在預防部分 我們主要訂定相關的廉政法規 建立作業的標準 那這裡面主要是訂定本府各機關 採購評選委員臨選作業要點 這個作業要點的重點 就是在於平衡機關臨選 專家學者代表性以及專業性 還有提高外聘本府派監委員的比例 因為同時建立本府同仁的一個法制觀念 這段時間各政風機構辦理相關的法制獎席 有117場次 那參與的同仁大概有8000多人 另外我們編撰了聯政倫理規範集要 分發到各機關 同時提供相關的電子檔 跟各機關來善應 其次擴大社會參與 強化相關的反貪府的意識 我們運用了相關的聯政志工協助反貪的宣導 而且由聯政志工來參加 入坪專案的執行 這段時間執行了有123次 舉報道路的缺失有134 另外會同教育局的推動相關 校園誠信還有學子品格的教育 這段時間辦理了282場次的故事志工媽媽的演說 誠信故事 另外也辦理了校園品格百分百的說故事比賽 還有高中職學校的聯政海報 在於提升相關學生的反貪腐的意識 其次在心力防備的預警業務方面 我們推動了幾個專案集合 首先就是道路工程專案集合 還有污水下水道分支管網的一個專案集合 以及警察局的部分就是張證物和石德物的專案集合 另外就是營養午餐的抽查仿式的專案集合 還有建築管理處的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的專案集合 那這些專案集合有些還在執行中 另外落實相關的陽光法案 這段時間辦理了公職人員財政申報法 和立沖法的一個宣導 其次在正風查處業務部分 這段時間主動韓宋司法機關偵辦的有8件 另外受理民眾檢舉還有首長交查有167件 其中陳情檢案有74案 另外行政處理有93案 另外針對相關的行政維持追究檢討責任有12案 在公務機密以及機關安全維護部分 本期通報輸屬各機關陳康事件有38件 同時訂定了相關陳情檢舉人的保密作業要點 以落實陳情檢舉人的一個身份的保密 另外為了加強防範資安 也會同資訊中心辦理相關的資安的講席教育訓練 而且目前正在實施相關的所謂的集合業務 在工程施工查核部分 本期總共查核了45件 其中列甲等21件 已等24件 而扣款的有31件 其中承染商扣款有50萬2000元 建造單位共扣款了12萬8000多元 針對道路工程部分也查核了11件 在採購集合部分這段時間集合了46案 其中工程15萬財務採購11案 勞務採購20案 在未來的工作重點就是 持續加強相關聯政與法治教育的宣導 提升本府同仁的聯政論語的觀念 同時深化相關的聯政工作內涵 以建設性的心理措施 來代替消極性的防範作為 另外也針對相關機關潛存的為師風險事件或人員 可能發生的一個不法的之餘的採取機先的防範作為 同時事實延提本府採購案件分析與測進作為 以上檢要的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林正峰 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各位主管 各位美女朋友 請教我們那個工具防機長 你好 你回來台灣也沒有多久 但是你好像對龜山對父親比較不熟 是 對龜山這部分 因為你的報告裡面都沒有提到父親箱 一個字也沒有 龜 龜山箱 龜山箱只有三個字啊 一次而已啊 是 這證明說你們工具對龜山箱沒有建設 提不上報告嘛 對不對 在你報告裡面 只有在路面整修 素人路 桃11線的改善工程而已 三十八件之中一件而已 其他電線地下電燃化 還有景觀改造 景觀改造 景觀改造 104年7處 105年6處 龜山1處也沒有啊 人員到改善龜山也沒有啊 請問故事不是我們同期的人嗎 報告林議員 在龜山的部分 平頸道路打通還有大林山 大洞山的平頸道路打通 那會到106年的6月會完工 大洞山打通106年完工可能嗎 大洞山的大路打通106年可以完工嗎 對 行公主報告 市長 � zaman pergunta 上週就工程上網交ب標 那工程假如開校順利的話 應該 你現在脫官是局部脫官,轉角脫官的勞役,那個不去儀式嘛 那整個警官游客都沒有注意嘛 沒有用,那土地還要不要取得,那也那麼快對不對 不是啦,這真的講,該做還是要做啦 其實很多要做,像你說,那個皮塘工人警官的改造 有限制於說是那個水利會的啦,還是哪個區嗎 沒有,我們是原則上是一區皮塘,那現在只要有適合 龜山區有沒有皮塘,你們都不知道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龜山區是鵝鵝公園會進行 鵝鵝公園那不是皮塘,鵝公園先談皮塘 龜山有兩個皮塘可以做啊,雞食有雞肉食啊 土地公有的啊,為什麼不能做呢 在林口特定區裡面,大綱地區人口七八萬 一個皮塘公園也沒有啊 你住在鵝鵝地區一個區多少人 沒有平均分配嘛對不對 龜山也可以做吧 可以可以 我希望你明年至少規劃一個龜山做一個皮塘公園 是 你剛才歐歐公園 徵收辦到怎麼樣哪裡了 誰辦徵收的 年底以前會完成規劃設計齁,明年就會發發時空 你有沒有附這個歐童活動中心 歐童活動中心 目前 我希望你互帶進氣 因為中心你互訂沒有一個集會場所 集會場所 沒有土地可以蓋啊,那裡面可以做啊 這個我們 你互帶設計啦,經過我們再找,可以嗎 這我回去檢討 好 還有鐵路,讓那個電纜地下化 我們有提出大龍路有鬧路嗎 還有原來以前陳委員就提的 萬縮路一段有鬧路嗎 萬縮路一段到死亡車禍地點 撞電線給死掉多少人你們知道嗎 大龍路的那個電箱地點,里長的時候沒問題啊 你們一直沒有去進行啊 你們的二十四條裡面沒有,他們兩條也沒有吧 對不對 那等到一百零七年喔 那你們也做得完嗎 那等到市長下電都沒辦法做,我跟你們講 市長現在幾年? 106、107,現在兩年而已耶 你現在沒有規劃 107年正市長下來以前可以做完嗎 有關於剛才提到的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我們回去也會來跟台電協調 所以說你們平常就要關線 如果你們不懂,可以問我們當地的議員 對不對 規山哪裡我們不了解的地方 因為你剛才,不知道我以前講過嘛 規山的道路建設,從我當鄉長 拓關振興路到現在沒有開闢半條道路 十幾年了耶 要不要 規山繳催全國第一名的耶 全線第一名的耶 只有建設最少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你們公共局好好檢討一下 把建設平均化好不好 好,謝謝 請問我們總共處 是,林委員好 嗯 你在你的報告裡面 是要建立一個不願貪不必貪 不敢貪不能貪的高度聯能事務團隊的目標 可以達到嗎 我們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喔 是 最近有什麼衛生所的榨領艾滋 差點獎金啊 還有一個總理普通派會所的案件啊 還是你們管的吧 是 你們怎麼查處 有關衛生所這個案 就是今年三月齁 六個衛生所咧 還有幾個衛生所 衛生局因為發現有異常 對市長報告以後 市長就在我們針鋒處規統調查 然後我們在三月下旬就 然後談報給聯證署 聯證署 聯證署 政府機關帶頭來詐領獎金 非常非常不願感 你們知道嗎 是 政府機關帶頭來做 詐領獎金 那個怪獅人醫院怎麼灌他們 政府就叫人做我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事情很嚴重啦 怕一手警戒的問題 也是長年的問題 我希望你們好好去督導一下子 不要再這樣 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能做那麼好 因為桃園市的期望不要那麼高啦 好好去督導 可以嗎 可以 然後再請教 我們 這次的會議 我們審計是跟政市長鬧了所有不容 反天滿理的 你們政府單位應該有一個依據 來做一個評比 評斷吧 這個部分應該還不在 我請教你們 你們說 台灣燈會 你們有做安全維護嗎 對不對 怎麼做安全維護 必須人員的控制啊 對不對 流量的控制啊 來多少人都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對於說 燈會人數 兩千零五十萬的人士 審計是說不可能 你們市長說可能 你在幫市長 來 來 這個 這個 兩千零五十萬人士的一個 數據 還是幫 審計是說 他人是這種統計是錯誤的 你們應該有個預計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 主辦機關 官律局 他的 你們做安全 那個維護 必須有列入這些項目嘛 對不對 每天來多少人啊 對不對 像 那個什麼 最近辦的什麼 地景藝術節一樣啊 九十萬人次啊 好多好多人了 所以講 台灣人士最近很偉大 各位人士兩千零五十萬 台灣人士人口多少 兩千三百萬吧 有多少人不能來的 在國外有多少台商 有多少不會左路的 多少小孩子 多少上課的 多少年紀大的 有可能兩千零五十萬人次嗎 所以我說 政府單位做出要承認錯誤 你說包括工作人員 每天三萬人士的來來回回 有可能的這樣子 不論你說 一概佛節 審計室的說法 對不對 其實沒有錯誤啊 事實上是造假嘛 很簡單啦 你一查工作人員的便當 每天吃多少就知道了 可以查出來吧 更會期間 工作人員 服務人員 自工人員 他每天便當吃幾個 那你就是從事計算的 對不對 可以查出來吧 便當可以查出來吧 那這是工作人員部分 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查出來 可以查出數據出來的啊 誰忍這寵物器 寵物在算的嘛 對不對 你可以扣除這些人 至少還有一千九百多萬 那也很合理啊 對不對 不要這樣兩千零五十二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說你們 雖然不是你們業務 但是你們被重訪協調一下子 對不對 做一個 做一個工作人員 做財盤嘛 不然是審計師錯 還是市長錯 我們百姓是 蒙在股裡面 你來算丟不丟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們在這些數據統治上 你們可以做一個 確定幫 市政府 或是幫我們審計師 做一個公平的 可以做得到嗎 大概也算一下嘛 你估一個數字出來嘛 一千九百五十二 買一千八百九十二 也可以啊 對不對 大家不要爭了嘛 多抱幾個也沒有錯啊 事實上沒有那麼多人嘛 不要說你們台灣人士 為了衝人數 假暴人數 讓我們台灣人士去蒙羞 沒有用的啦 多一百萬 少一百萬 跟選總統沒有關係啊 不影響總統的選舉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活動 你們要去注意一下 錢從哪裡來 像燈會裡面 還有多少錢 沒有辦法合交的 你知道嗎 你們去查 交通會也沒辦法合一下 為什麼沒辦法合一下 所以同意用交通車機接送的 地景藝術也是一樣啊 錢從哪裡來 希望你們做得到好好查一查 好不好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葉明葉葉議員 以及陳麗麗陳議員 更後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 公務局的局長 我請問你喔 那個 地下 那個電燃地下 目前啊 你看那個 你這邊寫中立區 中立區這幾個地方 這個錶上面 都完成了嗎 還是還沒有 不好意思 那個電燃地下化的部分 中立區的部分 這個環中東路現在正在 管道的部分正在施工 那管道施工完以後 大概在將近兩個月的電燃布蘭的部分 你現在表上的這幾個 中立區這幾個 這幾個今年都會完成嗎 報議座 這個部分就是 像金山三街跟寶靜街那個部分 就是它全部都管路都挖好 布蘭也弄好了 但是拔桿的部分 剛好有一戶的部分 它變壓器的部分 目前來講 沒有辦法 簡單的說 簡單的說 以上這幾個 那個電燃地下的大部分今年都會完成嗎 是不是 議座 我們目標是這樣 但是就是現在會有一個 一戶到兩戶的部分 那如果一戶到兩戶的部分 沒辦法排除的話 小部分我們去克服 那 那 那有沒有預計 明年我們還要規劃有哪些地方 呃 報議座 那電燃地下化的部分 就是針對現在台電的公告地下區的部分 那我們會針對它地下區的部分 可以下地的部分 然後我們逐條去檢視 那有公共空間 這個部分 我在這個表格上面列出來看 相對的 這個 那個電燃地下的部分 我們中壢好像 好像比較少 我希望 因為電線 這個 常常七條線八條線 掉在門前實在是很不方便 而且 造成很多居民的困擾 尤其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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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電箱 這個距離人家窗戶 常常造成這個 住戶的這個 老百姓的困擾 每一天到晚來陳情 那我們希望 用最快的速度 能夠把這些 那個電燃都能夠地下化 好不好 那我希望明年有很好的規劃 那這些呢 我也希望說 這個年底 能夠全部都來完成 好不好 謝謝 那 局長我想 局長我想請問你 這個 景觀及這個 防災的工作 今年編列多少預算 你知道嗎 今年是1億 1億 1億 這裡表上面是1億6千萬 這個 我看這個執行表裡面 是1億6千萬 結果呢 你的達成率 是49.65% 這個 這個49.65% 還不是 還不是按照年度去聚散 而是按照你累計分配的數字 你按照累計的分配數字 是 3594萬 你3594萬 才完成49.65% 也就是你才完成1千 1千7百多萬 這個 是不是很明顯的 這個 你們這個工作是不是 落後的相當的多 是 跟業員報告 這 這部分 有報告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我們有一些 土地需要去協調 像我們有進行那個 蹄塘公園的話 我們就必須 如果你的土地還沒有協調 根本都八字還沒有撇 你就不要編列預算 你編了這麼多的預算 結果到年底的時候達成率 如果照這樣子算的話 你的達成率只有才幾% 如果以總數字來算的話 才不到10%才多少 10%而已 這也是很難看 有關於協調的部分 最近有進行都比較順利的 另外有一些是要意見的整合 這以後對這部分 我們也會朝向分年預算編列的方式 就是連續預算 那你看你警官的部分 我再請問你 警官的部分 你看我們中立 這個這個一個年度 連一個公園都沒有 你看 我看 我看你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全部都沒有 那明年有沒有想要來 規劃中立 來規劃一個公園 那個像中立的什麼龍池 龍池 智善禮那些的 都沒有公園 是不是可以來規劃一個公園 那個業員這個我來檢討 那最主要公園的開闢 還涉及到 就是剛才講的土地 像有的是要徵收的話 就會造成會比較大的預算 這要必須來進一步的檢討 我想公園的開闢 當然這個這個 既有的土地 我們來開發是比較快 但是我看你很多 也都是要徵收的 對不對 為什麼別區可以徵收 中立區不能徵收 這讓我百思不解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 你們這個執行率 能夠高一點 這個尤其是公園的這個 批件還景觀的改造的部分 你這裡的這裡 你自己看看你們這個執行率 真的是相當的差 如果這個真的要來檢討的話 這個一天都檢討 這個不要說一天 三個月都檢討不完 當然我知道你們的工作非常的多 不過每個工作都要用心去做 可是我看了半天 你們代辦的業務 都是做了很多 自己本身的工作 自己本身的工作 沒有做這麼多 代辦的業務 倒是做了很多 不曉得這個是對的嗎 代辦業務做這麼多 是對的嗎 還是說自己本身的工作 不用做 代辦業務多做一點 我想這都是要檢討的 不是嗎 那個這兩部分 我們都會努力 那代辦的業務 主要是有一些非工程機關 他如果有太大規模的工程 涉及到比較多工程 沒有錯嘛 常常都是這樣子 自己本分的工作 一定要先做好 對不對 先來完成 才去幫助自己的工作 都沒做好 來去急著做別人的工作 這是不是有點本末導致 是啊 我想這部分 你們要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個公文局長 是 剛剛業務員提到 這執行率不太好 是 你們還要跟人家 土地的徵收 取得的問題 那我這裡有一個 這個爐竹鄉的環保公園 已經取得了 然後呢 有跟你們反應說 安全扶手啊 這個水溝加蓋工程 要改善 你們也同意改善了 但是呢 到現在都還沒有看你們動作 這個叫做真正的 執行率很差 這公園管理是 是不是哪裡有疏忽啦 這是在今年3月16號 提出來的咧 同意改善 到現在都還不改善 那個陳議員 這個部分 我們來協調一下 他是不是 就是地點 就是在 銀盤的環保公園 銀盤的環保公園 今年3月16號 我們來協調 我們來的 同意改善嘛 就是經費的問題嘛 難道都沒有一點預算嗎 到現在都已經快10月了呢 怎麼做一個 安全扶手的改善 跟那個水溝加蓋工程 就做到到現在都還沒辦法 趕快改善好不好 老百姓都一直在反應 效率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南山路 我看一個專案辦理 南山路二段三段的人行道要改善 對不對 那個 那我們是希望說 他是通往S站 所以說 你是不是可以把他那個 整個的這個什麼 什麼 電感地下化 或者是交通耗製的共感 這些都能夠把它設計進去 有沒有考慮到這一些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把它設計進去 那個人行道施工的部分 我們已經到10月底就準備開工了 那個南山路的 南線地下化也辦過會堪了 那現在都在協調那個變壓器 放置的地點 那如果確定 我會再找台電到現場 交通耗製的共感 是不是也統統一起處理 那這個部分 我在跟交通局的交通課 再辦一個會堪 好的 那你既然這個工作要做的話 我聽說還有人要 要在現場辦個會堪 有這回事嗎 都已經預算編了 還要辦什麼會堪 這個我再查一下 那基本上 莫名其妙 搶功勞不是這樣搶發的 還反映說是上面交代 誰交代的 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剛才看到你們的資料裡面 也有提到路燈的問題 路燈的問題 有很多的是選舉路燈 也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都答應 候選人都答應 路燈這邊要設 好那邊要給你設 可是現在這個路燈 很多都在私人土地上 應該是不可以設的 可是既然已經設了 那現在已經壞掉了 要不要維修 還是給它拔掉 請你們做處理好不好 另外我看你們的資料裡面 並沒有提到一條改善交通問題的 這個提出來 也就是在那個 盧竹區桃二縣 巴德一路 到那個林口區的文化北路 這個路口 每天上下班那邊塞車五百公尺 可是今天的你們的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一個字 沒有提到一個字 因為這裡是桃園 桃園的範圍 跟新北市的範圍 兩個首長都是要為老百姓服務 不管它是藍是綠啊 你們可以說 我們願意做我們邊預算 可是新北市不配合 你們可以報告手這樣子講 可是沒有看到你們的動作 這一點呢 老百姓也在很懷疑啊 都已經塞成這個樣子 怎麼提出來改善 都沒有一點反應 所以我想這一點 你們是不是也要去溝通協調 把這個交通解決了 老百姓就感謝你們了 我們不管什麼顏色 這樣子才是一個做事的態度 好不好 是這點會 還有一個 你們報上面有寫的 大竹路 大竹北路的拓寬工程 老百姓跟我反應 說 議員啊 那個橋樓都坐到我們門口去 坐到我們門口來 我車都沒辦法塞出去 要怎麼辦 大竹路的659號 大竹路659號 去現場看一下好不好 不要造成老百姓的不方便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劉茂群劉議員 以及王皓宇王議員 共用十分鐘請發言 謝謝 局長 我們剛剛那個 看您的那個景光改造六處一憶 目前都還沒有完工嘛 都還沒有嘛 你要明年才 為什麼今年的預算要執行到明年 所以難怪議員會說你們執行力不髒嘛 是不是 正在進行一些細色 好 我希望今年的預算 今年要看出有成效 不要拖到明年 那再來我們電纜地下化 我們和平路您規劃了1442項跟528項 你能不能在明年幫我加和平路入口前一段 保育總處的門口 因為昨天的颱風 他那邊有一個那個變壓器 就每次颱風來都打到變壓器 造成我們整個大愛里的一個停電 我希望明年 把我們那個保育總隊的那個電壓器 改成地下化可以嗎 我們這會去辦會看 再來 我們看到你這個高明集會所 高明的集會所 將來改成公園集會所 我希望那個集會所加高明高層跟永峰 因為這三個裡沒有集會所 把他那邊在裡面 可以嗎 可以嗎 科長 要不然我們再去會看 是 那另外那個加東路的那個改善 那個 前東路的那個改善三公尺 改善到八公尺 局長我希望你去會看一下可以嗎 可以 那是我們一條加東路要接中華路 沒有辦法會車三到八公尺 你現在只有把那個平頸路改成八公尺 也沒有辦法會車 我希望整個的把它做一個拓寬可以嗎 可以可以 局長我考考你好不好 我們去看看怎麼樣的解決 好 那另外你長新路三百六十項的 也還沒有完成嗎 也還沒有完成嗎 拓寬的 也還沒完成是不是 明年幾 都是明年 好我希望這個 這個快一點好不好 好 那另外呢 局長你看一下 我們在不管是我們這個道路養護工程好了 養護完了我們家門口 怎麼會變成這樣 怎麼會變成這樣 請問你們收工怎麼收工的 我們道路變成畫布啊 然後沒有人理 這樣子會不危險 局長你認為 這樣是一個 我們施工完了 道路產停了之後 我們施工畫了線之後 這樣可以驗收嗎 正風速這樣可以驗收嗎 可以驗收嗎 可以驗收嗎 例行街跟陶德路口這樣可以驗收嗎 我希望我們的 的運收的品質 是是要不錯的 我們那個道路的養護工程 我也希望喔 你們能不能夠 局長 是 我相信你從臺北過來的嘛 我們可以隨時挖隨時開 路這樣沒有時間性沒有約束力 我們以前的市政府 是他只有規定 上半年或者下半年 這一個月可以挖路 你不是到處都看到 到處隨便挖路 這樣不可以 我希望定一個時間好不好 那再來處長 我請問你 剛剛我們一直在講 衛生所也好 警察局也好 你講的這個 不敢不必 不能 這個您宣誓的 不願啦 你這個怎麼宣導 你要宣導到下面 我想衛生所的主任的薪水 都是高金啊 而且公家機關 你這樣去詐領 我們公家機關 我請你清查 我們到底有多少 我們臺北市政府的 多少公家機關 都有這個 各局處有這種詐領獎金 沒有去做 然後去詐領這樣獎金 還有沒有未爆彈 還有沒有 這部分我們都很注意 你先 你跟我講還有沒有 目前是還沒有發現到 目前沒有 還有沒有這個未爆彈啊 還有沒有這樣啊 包括環保局啊 很多科事單位都有獎金啊 你知道不勞而獲 根本沒有去的 這樣不勞而獲 請問你嘛 你的這個 我跟你講你講的這些 還有多少沒有爆嗎 你這個光宣導 我希望你加強一下宣導好不好 你們不用光宣導 然後大家上面宣導跟宣導 耳邊風一樣聽出去 下面該攤的 你看看 你拿出來的成績也不好看啦 是不是 拜託謝謝 浩宇 局長 昨天在停電的戶數上面 我們看到桃園跟中立 有很大的一個戶數的差別 我們看到中立有四萬四千四百戶停電 桃園只有九千兩百戶停電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這原因有外在的啦 外在是第一個就可能招牌啊 或者是入宿倒掉壓的把電線催落 另外一個是地下化的比例 對我認為最大的影響其實就是電線電纜地下化的比例 我們看到我們的各區喔 停電最多的那幾區大概都是電線電纜地下化做的比較差的地區 那像我們中立做的比較慢 那我們大概在都市裡面就是停比較多的 我覺得這個電線電纜地下化的進度還是要來做 那我想問一下現在最大的阻力到底是什麼 報議說這個最大的阻力還是趕上變壓器 停滯是變壓器的時候那個設置的地點 所以就是最難的就是變壓器設置同意書的簽署 大部分的民眾不願意給你們放置 那我想問一下喔 那如果我家裡給你放這個變壓器 有什麼任何獎勵嗎 報議說這個就是容積率的部分 那因為以往現在就是以整個桃園來講 就是六層樓以下的房子還是很多 那以他電業法來規定就是總建築面積2000 就沒有任何獎勵 就不用 所以大部分的居民比如說在環莊東路這種 只要是平房的基本上是沒辦法給他獎勵的 是 那我認為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對這個議題有 有一點信心想要把它做好的話 應該要想想看演你一下 是不是可以給一點獎勵我想會更順 畢竟今年已經編了2億的預算 那我們也有壓力要多做 那如果還是那麼少的居民願意給他們設置的話 那真的是還蠻可惜的 另外就是那個我也想問一下那個 目前廣挖中心的人力是有幾個 每個會期我都問現在有增加了嗎 還是 正在簽報 正在簽報啦 我們還要再增加20位 那現在先簽明年是先進用10位 目前廣挖中心的人力跟去年一樣都只有5位 那你所有的驗收你當然就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去驗收 包含公所的廣挖 我自己都還要扮演那個驗收的角色 有人就說你議員驗收什麼 只是重點就是不去驗收他就隨便撲 廣挖的結果民眾就不滿意 我相信局長自己都可以聽到很多的民怨 包含比如說像健行路拖了這麼久 那雖然是公所的 但是我在地方上我走進去就是被民眾臭罵 那我當然要幫他們幫政府說話說 你們有在做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颱風因為什麼 但是人民其實沒辦法理解所謂這些因素 他們只想看說這些道路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動 所以我覺得效率的部分 廣挖的驗收就是一定要包含本來是四分之三的料理 那做完之後是不是也是四分之三 本來是八分之三也要做八分之三 或者其他的平整度等等 或者很多很多的鋪色的一個回田的部分 可能過了一年就看到像我們之前在龍岡路 就變成他那塊就凹凹凸凸的 代表他根本沒有田的那麼好 我覺得這部分要加強 另外就是那個我也要問一下像那個道路瓶頸段 像我們之前有到那個龍東路255巷去會刊 我不知道當天是哪一個科的 就瓶頸路段的部分 那像瓶頸路段打通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概都只能提建議 只是建議之後到底後面的一個做法是什麼 我真的不太清楚 我們現在不是已經有一個打通的實施作業的一個規定 已經都已經9月7號 去年9月7號實施發布了 今年 今年9月7號實施發布 那到底有沒有比較清楚的一個進度 就是對於瓶頸段 我想這個瓶頸段我想議長也非常關心 過去也會看過 那後面我相信也更多議員都想關心 我是報告一下 我們9月7號通過以後 那明年我們也編列 對於瓶頸段土地取得的經費是很容易 那會把之前所有提過案的案子都拿到那個計畫裡面去掃一遍 主要是針對交通安全救護需求 還有配合公共設施 比如說有市場學校公園 還有用地取得 工程經費 這五大項會進行一些評分 然後來評比排序 那排序的結果我們也會公布 最後局長這個部分再拜託幫忙回應 最後就想問一下浦中路到底什麼時候 浦中路現在10月12號會開標 開完標就會進行 但是你覺得他這樣標的出去嗎 他不跟環中東路標一起的話 誰要來標 應該標的出去 應該喔 那就期待標的出去 因為浦中路確實好像也是等蠻久的 明月也蠻深的 再拜託局長加緊腳步 謝謝王議員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郭立華郭議員 鄧君豪彭議員 陳志某政議員 三位議員共用十分鐘 下一位李淑貞議員李嘉欣議員 謝謝議長喔 還有我們這個 這兩天颱風辛苦的市府團隊喔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那個 公務局局長 這個我看到你的電纜地下化喔 電纜下地喔 我覺得這些目標好像喔 跟我們理想中的距離有點遠喔 這個這兩年來喔 我覺得慢如牛腹啊 那我們這一次颱風喔 造成了這個 整個桃園市喔 幾十萬戶啊 我想這個數字講出來很驚人喔 的停電喔 造成這個停電喔 電電纜下地的重要性喔 越來 你會覺得越來越重要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那你這裡面的部分喔 當然這個還要台電的配合 那有時候喔 我也詢問過 譬如說盧竹區的中山路 那已經已經規劃很久了 而且也都會看過了 包括你的這個 邊電箱的問題什麼都解決了 可是呢你們的答覆是說 等台電給你們通知來繳費喔 錢也準備好了 但是台電的部分喔 我們這邊也可以 這個由被動喔 變為主動喔 這個有時候也催促一下 這是為了桃園市民好啊 我想說這個部分喔 我們再加強一下 萬事皆備了嘛 只欠東風 那這個臨門一腳啊 我想我們也有這個責任 不要總是站在被動的角度啦 好不好 好這我們會來催促 好那而且喔 這次台風我想喔 有超過24小時還沒復電喔 也有也有很多啊 包括早上喔 都還有說公司沒有電了 不用來上班啦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市長上任以來 在這個兩年的任期當中 我們桃園市列為這個瓶頸道路的統計 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嗎 我的了解瓶頸道路的建議案 和一般道路的建議案加起來有八十幾件 有八十幾件 是是 總有輕重緩疑吧 是是 那大型那個新闢的道路 目前你有規劃嗎 有嗎 還沒有嗎 新闢的道路 像 我講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 你沒有做新路 但是舊的路也要給它通啦 對對對 你未來任期還有兩年 你已經過了快一半了 那我們的瓶頸道路啊 我們講的就是路要平嘛 燈要亮啊 但是最主要現在每一個地區 我看喔 不只我們南侃 常常每個議員都在講 那中壢也好 桃園也好啊 包括我每天來議會上下班 這個春日路也好 到處都在塞車是不分時段啊 那我想這個部分 最重要的 有一些瓶頸的路口 有些這個集合社區啊 上下班時間的用塞 瓶頸的路口 能打通的部分要優先 趕快打通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做得到吧 可以 剛才跟郭議員報告 我們明年有編列一些預算 另外就是說 我們對交通 擁設的改善是列為第一優先 那這我們會來 那這個部分再拜託你加強 未來剩兩年的目標 能達成多少 我想你心裡有數 在這個工作 在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我要請你好好的看看 你怎麼來規劃好不好 是 謝謝 謝謝國議員 再請到我們局長 是 其實剛剛有議員提到 其實我在這幾天 因為颱風關係 我常常分享那個 我們市府有關颱風的訊息 其實就有網友在這邊留言說 其實天然災害 就是檢視我們桃園市 所有基礎建設 好不好的最好時機 包括像是淹水啊停電啊 所以剛剛王議員有提到 在中立 居然有將近四萬多戶停電 而相對比的桃園 事實上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南一北 很多人說桃園雙子新城市 桃園中立我覺得是很好對比 居然會有這麼大一個懸殊的數字 是不是代表說過去的基礎建設 可能做得不夠不足的地方 我剛才有報告齁 除了地下化以外齁 因為這次的風勢比較大 有一些路樹被吹倒 或者招牌被吹下來 或者鐵皮屋啊 把電線打下來 所以表示桃園區的招牌 跟鐵皮屋比較少 不是 這因為外在因素就是風力 風力它在每個地方 它造成的那個震風啊 也不一定說哪邊比較大 像沿海地區它更多 它停電的步數更多 我知道沿海也很重 但我現在做的是一個對比 中立跟桃園的狀況 我現在不足的地方 就看 剛剛有講 其實最關鍵的 還是電線電燃地下化的狀況 那有的話 就趕快 已經計畫中的趕快去執行落實 比如說剛剛那個出場提到的 金山街那個 那個說有問題的 趕快想辦法去解決 這樣子好不好 那另外 解決進度在哪裡 那 我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也請讓我們知道 你的方法有改變了 也要讓我們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第一線 面對人民的時候 總是會 忠實他對我們一些問題嘛 說到底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對 好那另外喔 你們 我在針對幾個個案 在跟你們做討論 現在在辦理中山東路的 那個拓寬的工程嘛 對不對 是 那目前呢 他中間喔 其實有一部分是私人的土地 那好像都沒有提到 我希望喔 在拓寬的時候呢 也順便 看是用徵收或架構的方式來做處理 我相信 我覺得要趁這個機會 來一併做執行好不好 那 會後呢 我再提供相關資料給你們 我們再做這個討論 那另外呢 像你的工作報告有提到說 針對一些坑洞啊 巡查修補喔 你們四小時內修復率是95% 聽起來是蠻不錯的 蠻高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修復之後 到底那個品質如何 狀況如何 因為 其實很多路段 我去指示在 中立的新生路 大概是差不多 二段361號前面 他剛好一個轉角 就有個坑洞喔 那坑洞已經來回補好幾次了 大概過一陣子 過一陣子補一次 但是 應該是有其他的問題 導致他補完沒多久 又下線 補完沒多久又下線 我覺得這是浪費人力 而且浪費資源的那個 所以說 呃 不只單單修補而已 我想還是要找出他問題在哪裡 如果說已經重複性太多了 是不是我們用比較 呃 更積極的態度來說 看怎麼去修復他 對 類似這種重複性 應該是入基有問題 應該要 連基礎一起改善 對 這我們會來做統計 好 那請你們再做改善好不好 那另外呢 我再看到你們專案性的 路面改善的一個統計 在第29項 中立區的中山東路 請問他是從哪裡到哪裡啊 中山東是 中山東路 找到嗎 好 從哪邊到哪邊 兩公里 好沒關係 我們會後提供資料 我會再提供資料 我是要說的話 如果是我講的那一條的話 我想應該是從那個 中立最市中心那一部份 那時候有跟我說要做的 因為那個路大概有十幾年沒有做的 對啊 我想這個趕快做改善 因為當初是跟我說 大概九月多 就要做完成 那現在已經快月底了 這能發包有一點慢 你發包了嗎 你發包了嗎 再公告 再公告 我看盡量快一點好不好 希望這個年底 他已經期待非常久 畢竟他市中心的路段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剛才講說 有些瓶頸路段 那需要拓寬 打通的部分 其實有些的還相關到說 可能有液淹水喔 因為很多地方 因為瓶頸路段之外 他可能因為是私有土地 所以說他周邊還不能做排水溝 像中立的榮安11街喔 他周邊就是中心里 里長的那個服務處的那個位置喔 因為長期那個路面瓶頸喔 所以說 每次一到逢雨必淹啦 其實像這次的颱風已經 淹水地區已經算是比較少了 但是他還是照淹 不要說他有非常急迫的一個 嚴重性喔 所以不只說 我覺得到處拖寬 除了考慮他的交通效益之外 他還有很多旁邊的一些效益 包括排解淹水 這個有納入 就是安全救護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也請我們局長 再好好關心一下 我們榮安11屆的部分 榮安11屆 榮安11屆的部分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局長 好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公務局長 你在這個兩天的颱風下當中 你們櫃局阿 在你們局裡面阿 有沒有人在加班 有沒有人在執勤準備救災阿 公務局嗎 包括我兩天都在 都有 總共有多少人 局本部有 局裡面喔 公務局跟新公司 那你們本身也沒有救災的開口合約 有 那跟公所的開口合約是不一樣的嗎 不一樣 那你們要好好調配啊 因為在這個當中 百姓都一直在急著找人 很多在都在找我們名義代表 是 所以說你們要把你們那個資訊 比較公開一點 另外 我在這裡提醒你 就是我們桃林鐵路 現在不是沒有火車在走了嗎 那有部分的平礁道阿 上面阿 他都沒有鋪駁油 上面還都是鐵軌阿 像這兩天阿 在我們龜山的那個 南上跟南美的地方阿 已經跌倒了很多人 就是他那個鐵軌加上他好像有塑膠還是什麼 我希望你跟我們的公所來配合 每一個平礁道 有的平礁道都已經改鋪駁油了嘛 那現在你們要研究把所有的平礁道 都把它鋪成鋪油 不要讓那個鐵軌還落在那邊 這樣會影響人家的身體安全 好不好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淑貞李議員 以及李嘉欣李議員 共用10分鐘 請發言謝謝 議長謝謝 我們那個黃局長 局長 昨天兩天的休假 我想這個颱風真的是 我兩天都沒有辦法出門 第一天颱風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看到整個巴德市所有的樹木倒得非常的多 還有最嚴重是電線的問題 那電線這樣吹啊 就包括我家的門口那個電線這樣整個吹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剛剛有我們議員同事也有在講 這個颱風天的時候這個窗口不知道到底要對誰 整個巴德市有五千多戶停電 我光是接電話接到電話響我就說 對不起你是哪一個裡沒有電 昨天晚上到五點多的時候電才來 所以這個停電的問題真的是非常傷腦筋 我希望你們給我們窗口到時候沒有電的時候到底是誰要去搶修 說實在啦將心比心啦 颱風天這麼大 如果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也不捨他這麼大的天氣去搶修啊 所以終究一個原則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局長 電線電纜那個電纜地下化非常的重要 是什麼條件才可以電纜地下化 我最近我辦了一個他在一個巷道裡面 然後他家的門口就一個柱子電線桿 上面就兩個大的桶子 只要一下雨的時候他樓上就啪啪啪啪啪 那當然電力公司還有我們公務局我們都有去會看過 但是不行就不行 但是他的旁邊的周邊的人都得到癌症了 不知道到底是這個原因還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才可以電纜地下化 局長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就是因為他趕上變壓器下來以後 他還是要供電 那會轉成停滯式變壓器 那停滯式變壓器的部分 就是一下來以後 反而會是一樓的部分 我希望你可以找一個時間來幫我看一下 整個人整個州區的人都嚇得要死 已經對面一戶裡面兩個人得癌症 那整個人電線那個桶子就在他家的門口 只要下雨就啪啪啪 真的將心比心 如果這個電纜放在你家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夠幫忙改善可以嗎 可以 這我們會努力 那你前座 再問一下局長再問一下 工作報告上面有寫 前東路路旁我們要擴寬 這個是已經N年的事情 今年年底會完成 那你是擴寬還是怎樣 你擴寬你只有擴寬一點點吧 你850萬你可以做什麼東西 有徵收土地嗎 有沒有徵收 報告議員有 有徵收 有徵收 那你這計畫上面都沒有寫 徵收裡面錢是多少錢 你怎麼沒有寫在上面呢 你只有工程費850萬而已啊 我們請用地科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正在進行中 是 那我覺得說這個如果能夠擴寬的話 是市府的得正 因為這個已經是N年的事情 那現在目前是你們是已經要到年底一定會做了嗎 做完 年底會做完 是 那年底做完 昨天前天我才從那裡過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現在正在工程發包 那現在已經都十月了啊 年底怎麼做完呢 兩個月你怎麼做呢 報告議員說 那個有關斜中路的那個平行打通的部分 那目前用地科已經在辦理那個協議架構的部分 那地主基本上都已經 你現在是整條全部都擴寬就對了是不是 擴寬總共幾米 8米 照計畫道路去開平 3米變成8米 我是說長度 長度大概有四五十公尺左右 那才一點點而已啊 那到裡面還是縮小啊 到裡面還是縮小啊 那只有前面那個地方而已是不是 那這樣子也沒有解決不了什麼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 我以為說你們整條都擴寬 那真的是你們厲害 原來是只有五十公尺而已是不是 因為那個是住宅區 所以我們針對計畫道路的部分 那旁邊還有稻田啊 很多稻田啊 你們要去溝通啊 有一些稻田是道路用地 所以針對道路用地的部分 所以你們這個就要溝通的地方 還有坎頂路 目前電纜已經地下化對不對 那坎頂路的60跟70那個地方 本來是有水溝的 結果你們目前工程處做了之後 然後把水溝給堵掉了 以前不會淹水 因為你們做了淹水 那時候有請你們去看 我不知道到底你們湘海有做了沒有 坎頂路的6070啊 在那個土地公那個地方 有沒有做 水溝 會堪 會堪 堪一堪回來就不見了是不是 所以你們公務局真的有時候真的 每次會堪完畢都不會給我們資訊 然後會堪了完畢 什麼都沒有 我們還要繼續追 這樣對嗎 局長這樣對嗎 這樣不對 這我們會來改變 但是 我跟你講下次會堪之後 一定要給議員 知道你們做的紀錄 不是啊你們每次看一看 回來什麼事都沒有了 是 謝謝 好 謝謝 主任議員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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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一下 是 我想早上大家都也為了停電的問題 在質詢 我想 本期 這次這個颱風 是揚美新屋觀音室重災器 揚美這 這個將近四萬戶的停電 我想當然我們台電公司 這個非常辛苦我們了解 我想說上次報紙出那麼大 那就是本席 他說我們押台電 那不是押台電 上次是我們協助台電 因為停了五天的電 那個百姓的情緒不能控制 我們在現場控制 協調 幫忙 結果報紙出了讓我們說 我們明代表押台電在修 我想說不應該用這種來 那這次的停電 那本期就有改變 但是 我們現在一個有亂向調度的不當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南巡 又有北巡 其實又有湖口 又有陽眉 桃園市跟新竹縣 是一條路馬路的 結果昨天晚上 因為那個縣是新竹縣的 跨縣市的 新竹縣過來修了 因為他有牽涉到陽眉縣跟湖口了 修了 那兩隔壁 就對面一條 他就不修 因為那個只要送上電就ok了 我們怎麼拜託 他就不肯 所以我想說這個調配調度電 打到台電 台電公司怎麼打都打不通 我想說他有專線 專線也打不通 我想說這個就是我們怎麼亂向 事實上我想說昨天我也打到妨礙中心啊 因為牽涉到老人家 整個200多個老人家 一個教養中心在那邊 所以我們是為了先送電 但是怎麼拜託他就沒辦法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很遺憾 那就是兩對面而已 那對面是 前面是湖口 後面這邊是陽眉 就兩對面過來推一下就ok 他是隨手推一下就ok 他就不推 他堅持不推 所以我們沒有代表 沒有任何 任何權利 拜託大家也不肯 他說那是桃園的 這個很抱歉 因為陽眉街市 其實用戶相對其他來講 昨天市長親自到修的速度 我們不敢提醒 真的台電公司也辛苦了 那在颱風天 當天也在晚上有在 這兩天我也跑了兩天 我是說這個要協調的東西 其實台電公司就要統一的指揮 其實你湖口已經過來這邊修了 那就可以幫忙協助一下 那這個怎麼不行 我希望說會後以後 我們副部長開會的時候 協調調度啊 就要統一 不是說一國兩三次 不應該這樣 他就這樣堅持不肯啊 我找我們桃園的營業區處的處長 對嘛 這個拜託一下 因為這颱風在造成非常 我們桃園雖然沒有很大的災害 但是停電處不得了 那桃園長 我請教一下 事實上你講的陸品專案 你說派專人每天選查 我跟你講喔 因為你剛到這裡 我本期現在建議你 因為你所有的陸品專案 第一個當然 我們現在跟台北市啊 或者是新北市啊 那人啊差距非常大 你現在人有多少 我們整個公務局連約聘 不是 這就是我們養公處啊 養公處喔 87個 那87個台北有多少人 一千個呢 對啊 87個跟一千人怎麼比呢 你怎麼補也補不補贏 怎麼巡額也怎麼巡額 我們一定要用高標的問題啊 不要前面補好 後面就攤掉了 那這叫什麼補 而且你這八十 不是啦 你現在聽到 八十個可以接個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邱書文區議員 林治長林議員 公共六分鐘請發言 謝謝 感謝議長 我想就教於我們公務局局長 我想很多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我想剛才九點四十四分 還有我們桃園大有路 新二街那邊87項 又打電話來說 到現在還沒供電 表示說這一次在這個 梅基颱風的一個橫掃之下 我想很多的這些 電燃電桿倒塌 或是電燃吹斷的這個情形 像我們家也很早就斷了一次 後來風太大了 有修復沒有錯 沒多久又來一次 那他那個台電人員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現在風太大了 真的太危險沒辦法修 等到晚上還好真的有來 可是到現在還有人還沒有恢復供電 到底現在還有多少人還沒有恢復供電 不好意思 這一次總共是三十四萬八千戶停電 那到剛剛我打電話給郭處長 他是將近三千件 在今天一定會把它覆電 今天很多人家裡真的有老人有食物 很多的問題生活的不便利 電視也不能看 我想很多很多的困擾 希望你們能夠苦民所苦 拜託台電 他們也很辛苦 我們也不敢苛責他們 但是我們現在要正規一次 跟你再來探討一下 怎麼樣跟台電來配合電纜地下化 這麼辛苦他們出去 我們也擔心啊 我們不敢苛責他的原因再說 很多的地方 像他回答我中德里 他說因為你中德里太空曠 這是我們的錯嗎 不是我們的錯 可是我們每次都是首當其衝耶 所以拜託一下 電纜地下化 我們有申請了很多的案件 你們也都看過了 到底後續你們有沒有追蹤 報告一座 只要台電一設計出來 那甚至他在設計個階段 我們這邊養空處就會去追 那我們很多的社區 說也要那個電纜地下化 到底你們今年這樣 明年度啦 還有多少錢可以配合台電公司 做一個電纜地下化的一個 報告一座 我們今年是編六千萬 那在市長的政策之下 明年會編一億 但是這個會配合 因為台電他這個電纜地下化的 經費的科目叫林茲 那他們郭處長來以後 明年也特別多編了 那因為以往他林茲是全市 包括是染線檢修的部分 他真正地下化的錢 大概都是我們編一億 他就編一億 那現在因為我們多編 所以他明年也配合編了 好謝謝 你這個幫我們多多爭取一些 另外公務局我想之前有這個 建管業務已經分給這個都發局 然後我們再成立這個養公處跟新公處 但是我們那個局本部的這個 業務量大減之後 我們這些幕僚單位 除了保持原來的業務內容之外 打開我們公務局的這個官方網站 結果是景觀暨房災科 綜合規劃科的工作 幾乎淪為紙上作業 用地科的成果 也只有104年的一件徵收案 那評管勞安科要考評我們的養公處 跟考評我們的道路 考評我們的公所 但是在官網上 沒有任何的考評資料可提供 勉強只有採購管理科 維持政府採購的一些工作 請問一下 這樣的話 局長 你對你們自己的官網滿意嗎 不滿意 這個我之前來 我這塊我還沒注意到 因為我已經把我們的那個 官方的FB那些網站都更新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但是這一個部分我會改變 我想請我們那個政風處處長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預算變比較多 那個招標採購的案件相對也多 那時間的關係 你給我一份資料 怎麼樣來落實我們的這些 考核跟這個整個採購的一個 招標的一個品質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邱淑文議員 那個局長 是 我想這一次的風災 我想 早上很多議員都在關心 那整個災害的修復 我想風災來本來就非常無情 這個也不是我們想遇見的 那各位同仁也都非常辛苦 在這一次風災 堅守自己的崗位 為了市民同胞的安全 盡力的在做一些修復復原的工作 我想有關 剛剛很多議員都在講一個電力的問題 我想在基本上 這一次會停電 尤其是 除了這個風大雨大之外 我想 入宿壓倒這個電線電燃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非常的多 那你們在風災之前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因應的措施 或者在風災前的一個作為 那個 是這樣 我們現在 之後 對於就是說 我們 進入防汛期之前 對於露樹 如果說 長得比較 比較茂盛的 要修剪 然後還有一些 要加強固定的 我們會來檢討辦理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在風災之前 你們應該要先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不要 這個風災之後 我看 這個盲目窗移 這個路邊的樹 這個倒的倒 壓的壓 導致我們的電力 這個被電線被壓斷 我想這個是造成很大的一個停電的原因 這個你們要去處理 那我想 副市長 那 你也非常辛苦 這兩天風災 陪著市長去看災 我們也都 看到你們在做這些工作 我想 電力的這樣的一個恢復的部分 我想是不是以後在災害防治中心 特別成立一個 這個獨立的窗口 來負責這樣的一個部分 現在是那個 我們在中間 好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 公務局 黃局長 我想剛剛我們很多同事 談到有關於這次 煤雞颱風 帶來大停電的問題 那根據我個人的這個了解 其實這次造成全台灣 大概有三百多萬戶的這個 停電的這個狀況 那光是我們桃園 最多的時候 最多的時候 達到三十五萬 三百五十八戶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那個 劉淑寒剛剛有去查 其實我也有去查 過 到目前為止 還有三千六百一十一戶 還沒有辦法 這個搶修 附電 那我想這個 我在議會裡面 我想應該是我第一個提出來 就是連續好幾個會期 而且是專題提出質詢的 就是有關於電纜線地下化的 這個問題 我處長剛剛有特別提到 今年我們大概預備 編一億的這個預算 來做相對的這個 電纜線地下化的這個工程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個速度 太慢了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 桃園市電纜線地下化的這個 百分比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五點多 那換句話講 還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電纜線 沒有地下化 那以我們四年編這個兩億 這樣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呢 那每一年大概增加的這個比例 大概只有0.5而已 只有增加0.5 如果你每一年花五千萬 大概只有增加百分之0.5的電纜線 可以做這個地下化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一個速度去的話 我們大概也要花好幾十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讓我們所有的電纜線地下化 所以我在這部分呢 我是希望我們能夠加緊腳步 跟台電做一個協調 否則的話 每一次颱風來的時候 這個斷電的這個部分 真的引起很大的這個民怨 像這次美濟颱風來的時候 還好我事先都把這個手機 還有這個備用的這個電池 全部都給它充滿了 我手機這個幾乎快30個小時沒有離開手 手機都快被打爆了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他們現在其實你很多登記就是 那個網路上面台電公司 他雖然在網路上面可以接受民眾 去登錄就是那個停電的這個區塊對不對 可是對於很多老人家來說 他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那如果斷電的話呢 事實上網路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這個1991這個專線 1911 1911這個專線 我個人應該認為應該多設幾支嘛 對不對 你不要只有兩三支的這個電話 那全桃園市有幾十萬戶的這個住家 你要怎麼去打呢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能夠加緊腳步 跟台電取得一個共識好不好 那個跟協員報告 有關於1911是台電的 那我們要來協調 他們能不能多加一些線路 第二個是有關於地下化這件事情 除了經費的問題還是協調 有些協調的工作是讓我們 讓地下化進行最困難的事情 對啊所以你協調 我就覺得你的協調還是要想辦法去協調 其實電纜線地下化其實現在面臨 另外除了經費的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你電纜線地下化以後 你從這個高架式的這個電感要變成 那個就是地面型的這個變電箱 那我講到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就是那個局長你剛剛講得非常好 就是要去跟民眾做溝通對不對 那你溝通了之後呢 那他們民眾可能就有比較多的這個意願呢 可以提供土地出來 然後做這個變電箱的這個設置 那我現在要講的這個回過頭來 我要講這個變電箱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我在議會也講過了 但是呢就是老話重提炒冷飯 那我也希望呢我們能夠有所進展 那根據我個人的這個了解 我們桃園市目前有的這個變電箱 一共有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九座 那其中包括桿上型的這個變電箱 也就是立在電線桿上的這個變電箱呢 一共有八萬一千八百一十三具 那停滯式的這個變電箱 也就是地面式的變電箱呢 一共有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六具 那現在這個狀況是怎麼樣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那個那個局長 是 那個局長 我們相關單位 那個副市長麻煩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現在停滯型的這個 就是停滯型的 也就是地面型的這個變電箱 第一個台電公司根本就是缺乏管理 而且變成我們就是都市景觀的這個獨流 而且呢就是非常的這個髒亂嘛 對不對 那變成環保的環保的這個死角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就是透過我們這個公務局 我們訂定一個這個所謂變電箱 變電箱的這個管理條例 那對於這些變電箱 它設置的位置 設置的位置 還有它規格的這個大小 還有那個外觀的這個維護和管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我們也可以比照我們的人手孔蓋 我們現在每一年都要求管線單位 對不對 要那個減量嘛 然後要下降嘛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可以要求台電公司 把這些變電箱做隱藏式 或者是減量的這個處置啊 對不對 那否則的話 那真的說實在的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升格 那個那個直轄市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只要看車子 我現在大概是得了那個職業病 第一個我開車的時候呢 會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天上的這個電纜線 那第二個呢 就看電感 第三個呢 就是看變電箱 地上的話呢 我說看什麼呢 看人手孔蓋 那我覺得這幾年來 雖我們投入了很多的這個經費 可是呢我覺得 績效並不如預期 降得這麼好 你像這個變電箱的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 應該做一個這個改善 那為了 我當然就是 除了批評以外 那我當然還會給一些建議 我剛剛講 我們可不可以訂定一些自治條例 來針對這些變電箱 它設置的這個位置 你像那個 那個我相信局長也有去過那個 我們現在新開閉的龍南路三五五項對不對 對 你有機會你去看一下 我們的三五五項 他那個變電箱設在哪裡 設在人行道的中央 你第一個 你妨害到整個行人的這個 那個動線嘛對不對 那實在是很不妥當 你設置怎麼可以讓那個 電力公司隨他的這個想法 要設在哪裡 就設在哪裡呢 是不是這樣子 謝謝 變電箱的設置 要涉及到壓降 我們自治條例 恐會抵觸電業法 那這我會來協調看看 但是美觀的部分 我會有一些想法 到時候我會來推動 我跟你講那個 你這個壓降的這個部分 還技術上面 還是可以做一些客服 對不對 比方說你可以 那個有一些 那個轉載嘛 就是那個電纜線 它的那個 那個承電量的這個轉載 我覺得也可以做一些 技術上的這個客服啊 這我們來跟排電來協調 這我們來跟排電來協調 那至於外觀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很認真的到網站上面 去搜尋了一些其他國家 他們成功的一個案例 因為事實上很多先進的這個國家 慢慢把這個變電箱 他們把它轉換成是什麼呢 因為不得不設嘛 你也不能不設嘛 那所以呢 就把它轉換成一個什麼呢 透過藝術的這個 繪圖的這個方式 把它變成街頭裝置的這個景象 你看看那個澳洲可愛 無尾熊的這個變電箱 然後再來呢 德國這個神秘的紅磚變電箱 你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建築在那邊的時候 你會很好奇 你會想到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結果經過人家說明以後 才發現這是一個變電箱 那另外呢 你看這個舊金山 它還有一個可愛的這個狗窩 這個變電箱 看起來就覺得你很想去親近它 然後想要跟它拍一張照片 上傳到臉書上面 跟你的朋友做一些分享對不對 那韓國的這個街頭呢 禮盒的這個變電箱 你看做起來是不是非常的這個可愛 那如果我們桃園 如果也可以這樣去住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 我們那個全國的這個示範的這個城市 這個看起來事情不大 但是我覺得一個城市進步的這個象徵 就是要從小處去著手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可以併在人行到的東西 你說那個局長能夠多費心一下 這個蕙琦完了以後呢 可不可以針對這一部分 跟台電來研究一下 看看怎麼樣把這些變電箱 能夠變裝變身 然後變成是一個可 親近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公共設施 不要人家一看到變電箱的時候呢 就難過的要死 每個人都不希望他蓋在我家門口 然後每個人都不希望在我家的這個附近 好嗎這樣可以嗎 這可以併在人行到更新工程裡面來推動 如果經過的跟台電協調 還有電信局 好拜託一下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寅陳議員 以及周易琴周議員 共用10分鐘 請發言謝謝 好謝謝議長 黃局長 謝謝你們局在這幾天原鄉的搶災呢 比我預期中的要快很多 而且也沒有一個很大的災情傳出 那昨天一早我就幾乎是走了114編號道路 然後也走了115編號道路 然後118 然後112 然後再到各部落 那這次我們先編號道路呢 我真的是要給你們掌聲 你們速度也很快 不過後山116跟113我是沒有進到 我是不曉得裡面的情況 因為昨天台積縣是中午左右才通車 那在搶災的時候 我說該鼓勵的還是要鼓勵 因為能夠在颱風過後 馬上立刻進到原鄉的 你們也真的是很辛苦 謝謝113也都搶通了 對 OK 謝謝 然後再來這邊 那我們就昨天到118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不曉得局長知不知道 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的303天梯即將要試營運 那羅馬公路勢必也是一個從南部的遊客 就是新竹以南的 對 關西那邊進來的 那我希望呢 我們能夠其實不用花很多的一些經費 只要稍微用心一下 我們階段性的做一些水溝加鈣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能夠說讓這次天梯呢 不要羅馬縣全部癱瘓 那這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原鄉道路是集水區上游 拓寬是不太可能的 那這個的話我們稍稍留意一下 好再來呢 就是我有幾個案子 有針對114 有一些局部拓寬的部分 那我們新工處也來了 養工處也來了 就會覺得說到底新工處呢 他都做大一個大計畫道路的一個拓寬 那覺得那個原鄉道路是我們編號道路 那局部拓寬 那他會覺得說這個應該不是在 我們的一個全責範圍裡面 那就是養工處就來 養工處就會說 我們的計畫裡面 我們的全責分屋是沒有在拓寬道路 所以應該是說原鄉道路跟外面都市計畫的 計畫道路的規範是不一樣 那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不能說原鄉道路 我們新工處拓寬的時候 我們沒有做這麼小的 我們原鄉道路就一直是這麼樣的狹窄 甚至現在人口又多 車子又多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做局部性的一個改善 我希望可能你們兩個處 兩個處不知道是局長是哪一個 然後各有各的意見 這是公務局的 我們會來協調 對 協調一下 當地的那個代表里長就覺得說 外面的道路筆直幾米幾米的很快就通了 我們原鄉只是要稍微做局部的一點改善 那兩個那個處在那邊踢皮球踢來踢去 所以在這邊跟局長報告一下 原鄉道路也是需要改善 安全上也是很重要 好再來因為今天時間不多 那我們這次災後 我說了我們搶通的很快 可是那個復健工程 我希望也不要太緩慢 如果有一些崩塌的 需要去做復健的 像去年前年都非常的慢 讓大家對我們市府公務局觀管不是很好 復健工程 剛才搶修我給了掌聲 希望復健工程你們也能夠做得很好 這幾天我走了這幾個地方給你們的一點心得 我們一起來努力 時間交給 好謝謝 謝謝 謝謝陳議員 局長 那也看到我們在颱風期間 大街小巷都看到到我們公務局 真的是要為你們拍拍手 謝謝 很多停電的用戶也是會一直和我們講 我想說停電是最大的 可是公務局入損的問題還是要拜託我們 沿路還是要去查詢一下 其實我們公務局工作很忙 其實我們年初看的會刊 我們的承辦人員都消化不了 都到年底像現在都很多還沒有發包 還沒有做 希望我們腳步要加快 像路邊水溝加鈣 還有一些道路淹水問題 這個都要拜託你們 我知道你們很忙 可是還是人手不夠的話 我們局長這邊應該要稍微做調整 不要說給一個承辦人員壓力太大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對於這種開口也 現在也會提早辦 會提早辦 像明年的今年就會不要 揚梅蠻多需要做的 我知道承辦的壓力也很重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吹 相信一直在吹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馬上來做完工 這是不好的一個現象 然後我剛剛我們謝章文議員講的 那個就是變電箱 那希望也真的能夠公務局這邊 能夠認真的考量一下 因為有的變電箱排在路中央也不好看 請教一下我們電纜地下化 你現在辦了多少條道路都有在辦 說明一下電纜地下化 我請養工處處長 你們說要改善市榮 景觀市榮 那電纜地下化 抱歉做 那個已經就是 有繳錢的部分是24條 那24條裡面它的公里數是14.8公里 就是其他的部分是 那陽梅區佔多少 抱歉做 還沒看到 抱歉做 那是在57條裡面 好像是有三條是有會堪過的部分 會堪哪三條 聽說這個我可能要會後再補一下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我們要帶在身上 這我有去看 就是陽梅育城裡有一個點 那希望你們的變電箱能夠做漂亮一點 人家地下化屋前也可以讓你們擺 因為你們地下化一定要擺那個變電箱 你做的美化一點 我想一些屋主他就比較沒有意見 好不好 這個電眼藍地下化不要說桃園中壢在辦 那陽梅也需要好好規劃 我們也有很多社區呢 也是新的社區 可是他之前是電線沒有地下化的 希望我們再來研究 要多幾個點 不要只注重到都市 其實我們偏鄉也很需要 好不好 那再多拜託你 還有呢我們那個 你們有瓶頸路段打通順序還有排序表 你這個什麼時候可以排出來讓我們看一下 報議員這個有關瓶頸路段的部分 目前剛才局長也跟一桌報告大概有八十幾件 八十幾件 是這個瓶頸段的實施計畫發布之後 我們處理面 你要給本席知道你拿幾件 至少我總時學的時候還可以問問局長 好不好 然後呢我也要告知一下 我們陽梅 陽梅永美錄四四五項 這個有這個項由來很久了 早就戶籍都是寫四四五項 就是人家那邊的社區五百多戶 都是登記四十五項 可是呢四十五項的項口根本不存在 人們找到那邊 根本找不到四十五項在哪裡 因為呢那邊有被鐵皮屋建 應該公務局這邊會後呢 改天來去會看一下 就是說他那個四十五項 我們戶籍是都是寫陽梅 那個是瑞棠裡 永美錄四十五項 可是那個項口根本不存在 可是呢我們地名還是這樣子用 希望那個項口也能夠打通連貫 這樣我們鄉親住在那邊才是民府其實 對不對 這也應該是計畫道路 你們回去幫我查一下 永美錄四十五項需要打通 可以嗎 局長 可以可以這個可以辦理會堪 我們也來了解 那土地徵收有 可以用徵收的方式嗎 我們這如果瓶頸道路打通 會用公告限制的1.2倍去協議架構 才用公告限制不是市價 不是 因為瓶頸道路打通 為了要 比如說旁邊有一條路 已經是免費供人家通行 我們再用市價去打通那一小段 對旁邊的人的心理會造成 第一個 第二個是希望多一點 這些錢能多做一些這樣子 多做一些 而且參考台北和新北的做法 是用公告限制去協議架構 到時候會看的時候也要和地主說明一下 會 這是造福地方 對啊 OK 因為普通都是地主不同意你們去用徵收 這個那麼低的價格 主要是沒有買不到的土地 只有買不到的價格 你們價格定的太低的話 我想地主都不願意啊 這個希望公務局能夠做一個調整 對不對 因為它雖然是有一條小巷道通往那邊 可是那總是彎曲 排水也不涼 第一個會淹水 第二個呢 地名也不對 所以拜託公務局這邊想想辦法 協助一下 周委員我跟妳報告 這個是我們參考別的縣市定的 如果說在台灣市真的不行 我們到時候再來檢討 OK 那再多拜託了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劉盛前 劉議員 還請李林曉峯議員 各位十分鐘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黃局長 是 我現在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 我們砍頂路那邊的拓寬工程 是 那現在就是發生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佔用到差不多 將近七坪的土地 這個部分 我事先的時候 我有電話告知 有 局長 那我是希望說有被佔用到的土地 趕快協議架構給這個地主 林曉峯議員 這有跟你報告 這個我有責成新公處和我們的用地 去辦理會堪 那 因為台風天的關係 然後這個會堪不是都一直delay嗎 那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說 現場的會堪是不用的 但是問題是 我是希望說能夠快一點 跟這個地震局 召開一個這個會議 然後來趕快來做成決議 因為那塊地還是農業用地 還有農業局 對 因為我是覺得說 根本就不需要這麼的麻煩 根據之前的這個協議架構的 他們的會議紀錄 就可以馬上做 這個法律我都已經有查清楚 那我希望黃局長 這個針對這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用心一點 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什麼 砍頂路的拓寬 然後下去大火房 的這個 整個一個斜坡的坡度的問題 好 要做這個改善 然後還有旁邊的那個 側溝啊 旁邊的那個 雨水下有掉的 側溝的部分 那個也要盡快的來處理 好不好 我是希望說 能夠趕快做 要不然那邊常常發生車禍 好 本席是認為說 這有很多一些道路工程 不要說 有些是區公所 然後有一些是 這個公務局 我是希望說 能夠呢 在兩邊呢 都能夠同時的來重視 好 然後呢 會議紀錄 再來確定 是由誰來 來施作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那還有 現在就是 呃 呃 我們鄭市長他一直不斷的 希望是說 我們的那個整個一個 陸屏的專案 那我也知道說 在明年度的時候 針對很多的那個 那個陸屏專案 都有開始在做這個規劃 那我是希望說 哪一個地方在明年度的時候 要做這個陸屏專案的部分 能不能做一個清澈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了解 好不好 明年度的會 並這個送預算到議會 我們會整理一張表送給各位議員參考 好 那局長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能夠用心 那還有就是 我剛剛從那個巴德 到這個市府 然後桃園區公所 應該那個巷道是桃園區公所 在道路加封的 竟然喔 不平耶 新加峰的一個道路 竟然走的 我們走的時候 發覺說 新加峰道路竟然 坎坎坷坷 然後那個那個 非常的不平整 那這個部分的這個 驗收的部分 難道說完全都是由 區公所在驗收嗎 區公所的回應 我是希望說 局長 你要去查明 好不好 雖然是說有一些 在這個15名以內的那個巷道 是屬於那個區公所的 但是問題是 他的道路加封 真的是非常不平整 好 那個劉勝全議員 局長 接著就交於你 就是說 梅基台風 來了以後 我們整個 全國大概350萬戶停電 那在桃園的部分 有幾戶停電 最高的時候 最高大概35萬多戶 35萬嘛 就佔了大概十分之一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 非常重要 那跟什麼 跟你的業務一定 一定有點關係 對啊 他 第一個是 跟我的路數有關 數會被吹倒 會壓到 吹 還有跟那個管線的地下化 好 所以說你很清楚 那我現在 我們現在 剛好兩個議題都在我手上 第一個我們談那個電纜地下化 那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那在我們桃園市 你今年的工作報告 14.8公里 我覺得是速度有點慢 但是比之前又有點 又有進步 那所以說要鼓勵你 那也希望說能夠繼續加強 那14.8公里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那整個在最高停電的部分 台北市當初停電幾乎5萬戶 台北市大概5萬戶 新北市9萬多戶 結果我們桃園市有35萬戶停電 那在這一部分的電纜地下化 已經是做不夠 你一定是做不夠 那希望以後能夠怎麼樣來加強 你報告一下好不好 是 電纜地下化我剛剛報告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跟台電 台電要我們支付一半的價金 那一半這錢是 那你有講到重點 所以我跟你質詢 時間會用得很快 我要講 在台北市的時候 他們好像出不到兩成的經費 早期是專案 說台電自己做 早期專案 台北市不用出錢 現在的也要 現在要 但是好像不到兩成 那新北市好像不到三成 既然在我們桃園市 電纜地下化 我們市政府要負擔到五成的經費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沒有沒有 在台北如果現在的 他也是要要求到五成 台北市現在要求到五成 對 他的營業規則就是要求 可是台北市現在已經電纜地下化 將近八成五 對 已經將近八成五 他們當初專案在辦理的時候 已經辦到八成五 對啦 市林北投那 對啊 他整個案 你已經辦到八成 半 那我們現在桃園市 是連一兩成都不到 那你現在說要各負擔一半 真的是 我們負擔會太重 那有什麼處理方案嗎 報議所 這個 我一下局長好了 我讓局長回答 局長我 我做不喜歡局長當交通指揮 這個你來 不好意思 那這個 因為你是台北市過來 我希望你有台北市的經驗 那這種東西 你不要敷衍式的 你來回答 這樣子 我覺得對本席也不遵照 這個 台電還是可以協調的 那現在如果用平均來算 有一些 他也沒有跟我們收費 但是有一些他要求要收費 如果說這樣子講 那你會後給我詳細的資料 然後針對電纜地下化能夠好好的來做一個處理 你一年 你到目前為止14.8公里 真的是太少又太少 然後跟別的直轄室比起來 我們又差人家太多了 那整個停電我們佔了十分之一 350萬戶 我們佔35萬戶 那另外一個部分要努力的空間 就是共同管線啊 那當初我們桃園市成立了一個共同管線 那結果你電纜地下化也可以用共同管線來處理啊 結果你們沒有去思考到這個問題 有有有有 污水下水道的那個地下道 可以共同管線 雨水下水道也可以共同管線 你現在桃園市的共同管線有做幾條 有做到哪幾條 共同管管路 管路 這個現在 如果台電要下去的 大概要大一點的共同管道 那這個部分要配合 比如說 我們桃園市的共同管道管理辦法 在升格以後就繼續適用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條是共同管道 所以說光有這個辦法沒有下去執行 這一部分也希望你能夠來執行好不好 你們好人那麼多說那麼多都沒有 擺在那邊根本就沒有在做 整個辦法在那邊繼續沿用 從103年訂到現在 基本上沒有在做 然後才做了一個14.8公里 雨水下水道一年做一公里 然後你這邊電纜地下化做了14.8公里 然後污水下水道做了好幾十公里 好幾百公里 所以說共同管路的部分 這個辦法一定要拿出來用好不好 是是 好你請坐 你請坐 那剩下一分半鐘 那大概也要問一下我們針鋒市 是 927號剛好也是沒擊颱風 但是在電腦上 看到一個很大的新聞我嚇一跳 桃園市平鎮揚美龍潭中立大園 八德六個衛生所及前主任醫師 涉嫌從民國九十七年開始 未經當事人同意進行前往衛生所檢舉民眾檢體 進行愛知並篩檢 那總共 炸領金額大概七百多萬 每筆金額支付九十塊 至少讓我們三百多萬的醫療費用 也就是說 每筆兩百二十五塊 炸領了七百多萬 針對這個案件到底有沒有人檢舉 或是這個案件 是我們這邊來查報 還是怎麼樣破案的 請說明 一座報告就是 這案子在三月的時候 衛生局發現 作業上有一些異常 就跟市長報告 市長就指示我們政風處 來會同調查 在三月底我們就把案件送到嚴正所 那以你的講法是 我們衛生局主動發現 主動發現 但是報紙上面寫又是民眾檢舉 民眾檢舉 那針對這一部分 你再說明一下好不好 那這裡面可能就是 訊息上應該是 有民眾有反應 當然衛生局他有初步去了解 好啦因為時間也不夠啦 我大概要講的就是一個檢舉機制 那你剛剛說的是 不是會爭取主動發現 但是現在又多了一個檢舉人出來 那是不是為了要 炸領檢舉獎金 這是第一點啦 第二個 我會鼓勵說 市府要編列檢舉獎金啦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張孕炳 張議員時間三分鐘 請發言 謝謝 那個公務局長 公務局長 你剛來請問一下 個人曾經提案過 這個葉桃西橋 葉桃西橋 因為銜接的清浦高鐵特區 那麼清浦高鐵特區 當初規劃的時候 這個西橋 一銜接這個該橋的時候 會一個繞 稍微這樣繞到 偶行這種方式 我們也有去匯勘過 因為編列金會好去執行啊 這樣知道嗎 葉桃西橋 這一條橋可以從橋頭 直接開以後 整個通過 整個葉梅地區 可以通往觀音 這樣知道嗎 你們要盡速去了解好不好 是 再來一點 就是有關於 那個台電地下化 台電地下化之後 你們公用客也派人去看了 有關於龍岡路三段 他現在都已經拓關完成了 對不對 那邊也是已經實施 台電地下化 但是台電地下化以後 現在兩旁周邊的一些住戶 他們在屋原下 所殘餘的那些 還沒收拾完成的這種電纜件 或者是電線的那個 你們要趕快去督促他們去完成 非常危險啊 這次颱風之前 就跟你們已經提示了 還好沒有連成大禍 這些你們去看看 你們也有一個科研跟我去看過了啊 這樣了解意思嗎 至於吉林山路 吉林歐路在透寬 現在也在實施地下化 因為台電也有來匯干過了 其實現在所有的電線 沿染線也好 能夠實施地下化非常好 整個環境啊 周邊整個周邊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說 剛才有一些議員也跟你們提示了 你台電現在都地下化以後 只有十幾公里的話 是危險的還是太少了一點 希望能夠在都位區 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能夠實施地下化的地方 也能夠趕快早期去規劃 好不好 至於再來一個公園 中立區 中原裡那個公園知道齁 成功裡 成功裡那個 國有的 要播用的那個公園啊 是 那你們去公所 又說規劃完成了 要播進未來 使用 那麼本來約這幾天要去費勘了 但是因為颱風延期了 那趕快會後 實行一下好不好 到底有沒有經費嘛 有沒有經費啦 經費的部分 我們再協助那個中立區公所 所以說你們都亂講話嘛 根本都沒有 一個聯繫動作都沒有做好 七公所也說都沒有問題 你這邊的陳蔓延也都說沒有問題 已經去看過了好幾次了 做一件事情不要這樣子 你們現在那個縱橫聯繫關係 都做得非常的差 你了解意思嗎 好不好 好 那怪地知道嗎 知道 在那個雲區後面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請林政賢 林議員 林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審次長 是 議長好 那個 在採購機油方面 我在工作報告第六位 提到採購業務 那上一個會期的例行會 採購業務是從104年9月1號 到105年2月15號的統計資料 那今年喔 你就跳了一個半月 從105年4月1號到7月31號的數據資料 那缺少了一個半月是為什麼 是技術上的 故意技術上的犯規 還是有什麼不能寫的還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簡單講一下 抱歉 因為就是 我們原先在製作這個 書面資料的時候 是截止日是7月底 那我們沒有 因為議會到這個時候開 可能就是這個部分我們輸入 沒有補後面這一個半月 沒有補 裡面有沒有什麼 桃園區的單位的切書 有沒有 沒有沒有 好那你請坐 好 我希望以後要連接上 好不好 是 黃機長 謝謝 前兩天的梅基颱風造成桃園很大的損害 有沒有道路中斷的速導的毀損有沒有 有 道路中斷在復興鄉有四件 然後巴德一件 然後龜山一件 老師會修復 都已經修好了 都已經搶通修好了 速導的修好了嗎 速導的 已經把一千大概兩百件 已經都清到路旁 然後有的已經陸續浮正 有些已經倒掉 就是要用到環保局裡面去焚燒 我昨天去桃園逛了一下 溫州街跟永安路口 還有十幾隻的倒了 能不趕那個浮正會死掉的 還有另外在溫州街也有 都有倒了幾顆兩三顆 這部分我想要務必加快 不然事物恐怕會哭死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再請教 就是我們這幾人幾年來 我看到我們公主的公共報告 幾乎都沒有桃園區的 整個道路開通跟透關的工程 那明光東路跟明光路打通 你意見哪時候 那個是在自辦四地重化 它最遲會 整個四地重化之後 明年底要完成 但是有關這個部分 是有協調 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要先做好不好 希望你一定要協調這樣 那延平路跟那個大南交流道 那得時打通 延平路的部分 明年有編3億5的預算 其中 就明年會開始進行設計 那3億4千多萬是 開始要準備要到路的徵收 所以那個部分也分三期 有一期是區段徵收的 有兩期是我們要做的 那我們要做的部分 就明年開始預算進來 就開始會展開 我們很多議員 尤其北部議員都說 上次吳志陽都縱然清北 那希望你這一次 這預算已經編進去 真的加速打通這些交通建設 讓他們真的趕快有一點有感 好不好 那國際路 我們有要打通到 南平路 這部分跟南平路接通 這有可能完成嗎 這有沒有計畫在裡面 中局在渡量是 警察你是不是也報告一下 這個是說交通局還在規劃當中 還在規劃 那有沒有可能 這一屆應該不可能 以現在的速度來講 這一屆大概會比較有問題 那那個東門市場的重建 什麼時候重建 不是說年底要重建 這是什麼問題 你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 不清楚 不清楚 那桃園鐵路的活化呢 這也屬於交通局 不屬於你 這不錯 不屬於你 謝謝 那我希望公務局局長 你要多關心 讓我們桃園市的建設 尤其桃園區的建設 能夠加速 那機場捷運 我看到你報告 年底要通車 但S站徵收還沒有定案 這未徵收是會影響未來捷運車站的運作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你說一下 不會 捷運車站它本身的那個連外道路這些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的這區段徵收 現在是設計好 在那等區段徵收的計畫 內政部一核定以後 就可以展開 希望你 我們加速好不好 是 好 那目前喔 我們進行人行道的工程改善 我看到 桃園有設U-bar以後 騎乘腳踏車就變多了 我看 那但是啊 我們桃園的馬路狹小了 根本無法設置 腳踏車的專用道 我看很多都沒有 未來是 我可以考量啊 人行道跟腳踏車道能夠合為一 好不好 那非必要不要再人行道重數 我看我們人行道裡面都重數 要確保行人跟騎士的安全 也可以延長人行道的壽命 這方面啊 是不是給你做參考 這個您提到的是 人行道跟自行車道共道的概念 那人行道的配置最少要 1.5公尺寬 所以因為 綠美化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是一個道路路權分配的問題 要進一步討論 真的要進一步討論 可以規劃一下好不好 我想我們公主也規劃一下 那工作報告第10頁也提到 我們要代辦陶淵市福祉館總管的新建工程 那報告也是7月28日已經完成結標了 這個是PCM標 PCM標 所以要給他設計而已 他幫我們 處理這個案子的發包 所以我們大概是今年年底要把建築師找出來 然後明年年底要把工程發包出去 這個結標的部分涵蓋評審跟議價 針對這個部分 我想規矩要針對評審跟議價的結果 是不是也要部分說明一下 你大概有什麼條件或怎麼樣 您指的評審議價 就是說我們這個PCM是由幾家顧問公司來投標 然後評審的結果就是 我記得是陳旭他是第一名 那後來經過議價也交給他辦理 然後他也是辦理新北市圖書總管 台南市高雄市圖書總管的PCM 表現得很不錯 那最近我們要針對那個 館的整個分配 要在府裡面做一個專案報告 那大概應該這樣子 我們你預計哪時候 明年會發包出去嗎 今年年底會發包建築師標 就是說我們要找個建築師來幫我們設計 然後明年年底以前工程會發包 工程發包就明年年底 希望我們也趕快好不好 那老屋健檢方面 我想我們30年以上的老屋 比例多少你知道嗎 30萬 30年 30年以上的老屋 253,324棟 那是6度裡面最低的 那我們健檢的腳步 是不是要加快還是怎麼樣 現在目前是 我們目前對於30年以上的 學校的部分 我們負責的是公共建築物 然後學校的由教育局自己主辦 那我們針對30年以上的 已經完成 就是去年已經有160戶進行出品 有16戶做翔品 這已經陸續的完成了 那完成的結果 會送給主管的單位 他去辦理 按照具體辦理 就是結構的補強 那今年也針對248戶 15年以上的 進行出品 好 但是 公益這邊的話 我們就不負責了 這公益部分呢 民間的部分 由建管處 中央有專案補助 那他們可以跟他申請就可以辦理 那我們櫃集有關公園的屁建 也做了不少努力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反思桃園的公園 其實我覺得很有感就是 都市的還在現代化的發展中 少了很多過去的遺樂 我觀察不少公園 裡面的設施 都同樣的情形 都一座座的塑膠化 長相也都非常捏同 而且都會 限制玩法的溜滑梯啊 就像罐頭 複製品一樣 我想啊 只剩下限制玩法的滑梯跟搖搖馬 林委員 這個是兩個原因造成 第一個是因為 CNS對於這個 兒童玩具有個規定 第二個是在歐美國家 在前幾年很盛行這種罐頭遊具 所以在之前的設計會去仿效 那現在已經開始改變這些做法 我覺得機長你很有經驗 一個好的公園遊具場應該要 包含很多的嚴肅 要鼓勵孩子 遊戲創造力的發展也好 遊戲材質上要多變化 像用石頭的啦 或是木製等等 希望這個給你做參考 好 感謝 那而不是千片一律的罐頭的遊樂設施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盧銀澤盧議員 盧議員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我想這個公務局環局長 盧議員 首先恭喜你新到任 因為我們上半年 這個把比較沒有效率的局長 把他掃除了 你才有這個位子 所以基本上你也要蠻感謝議會的 那但是我希望能夠 記取一些教訓 這個過去我們聽到一些狀況 就是集權啊 集權不分權 但是不行嘛 這個團隊這麼大 工作這麼多 什麼事情都要經過你的 這個局長的法眼 其實坦白講 局長沒那麼多時間 能力也沒那麼強 你的幹部一定要授權 該做的你知道嗎 該做的 重點你抓到百分之二 其他要授權出去 第二個 過去比較注重向上管理 不太會向下管理 那我是拜託你啦 當然在這裡圍觀不容易 但我們希望你向下管理 要做得比向上管理要好一點 那我要問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剛剛 我想很多北區議員都非常關心 桃園勢力的圖書館 因為鄭市長的政見嘛 一南一北 那我要關心一下 我們的桃園勢力美術館 是不是不見了 我們的桃美館咧 桃美館是不見了 還是桃美館變成小美館 這是我今天跟你討論的問題 本來是要跟文化局問題 文化局嘛 就被颱風一天吹 吹沒有 但你為什麼扯到你呢 因為我看到你整個工作報告 代辦 你代辦了這個文化局的 桃園勢力圖書館嘛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桃美館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預算都通過 所以我們非常清楚 按理說 這個這兩個的進度應該都要一致 所以我非常擔心喔 是桃美館搞不見了 還是發生什麼事情 您知不知道 還是誰知道 是為什麼這個文化局到現在 只有在處理兩個同樣時間點的 我們只看到桃園勢力圖書館的進度 沒有看到在我們清埔的 桃園勢力美術館 桃美館的一個進度 局長你知道嗎 說明一下我再補充 報告員 目前這個案子 我們在跟文化局有一些代辦的協議 那同步也在進行 招標文件的一個製作 那當然這招標文件的內容 有關係到這個 現在文化局正在評估的 這個需求的部分 會一併納入我們招標文件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在並行作業 那是以上簡單的報告 是這樣嗎 是 那可能跟你公務局的關係 是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的 因為副市長也在這裡 這個事情是要跳票還是延誤 要跟我們中立的議員 議長要講清楚 我附近很多裡大家在那邊 都開心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講一下 這不是我講的 105年今年的1月11號 你們在那邊開了聖大的一個記者會 選址選到清埔的公十三公園 那我們非常感謝 真的非常感謝 那特別講 今年度編了七千萬規劃設計 明年度大概預計總共15億 投入15億 來明年要開工 所以很多各大報紙到現在網路 都是淘美館明年開工 我的天啊 你知道我現在問題在問什麼 你搞得不好 政事長大跳票 他在那邊講說明年開工 你現在 你現在代辦的規劃設計 這邊是已經來了 那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要講清楚 現在我們聽到的一個情況 我就覺得說 你們跟他合約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去簽 那市長說要蓋八千坪嘛 總樓地買面具 我們也覺得 事實上要有一個國際規模嘛 至少跟六都比起來不能差太多嘛 那你們現在遇到的問題要跟大家講清楚嘛 第一個工時山公園 因為他是公園 他的建幣率只有15% 所以3.5公頃 大概是1萬坪出頭 你就只能蓋1500到1600坪 建幣率 那他的圖管是 只能45%嘛 所以你總樓地買面具 你只能蓋4500坪嘛 對 OK 所以說是 鄭市長他的票到底是不是要跳 是把那個我們的桃美館 八千多坪的桃美館 變成小美館 小型的美術館 剩下四千多坪 蒙蓋 就繼續蓋 就繼續跟你們簽約 因為那公園只能蓋那麼多 那他到底是要改這一項 還是說要改地點 還是說要把公園 乾脆整個公園把它變掉 變成一個博物館專區 那你要跟民眾講一下喔 對不起你們那公園不見囉 那旁邊的公園 生態改了一下喔 這個因為 這個公務局啊 局長 這不是 這個不全是你的責任啦 但是因為你在這邊 北區的發包了 這個已經有進度了 南區沒有進度啊 這是事實啦 那我不知道 要拖多久 還是在需求給你講的八千坪 給你呢 你敢做嗎 因為那個地目前只能蓋4500坪 你到底要怎麼做嘛 所以議長也在這裡 這裡喔 我們都會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副市長 要如何決策 到底是要蓋八千坪還是4500坪 就我現在知道 就確實問題出現在容積 跟現在可見的東西 對 不一樣 一個方法 走多數計畫變更 多數計畫變更 一個風險就是說 公園本來是要公園 綠地要用 你只要蓋建築的話 中央可能有預建 這個部分有碰到這個欄題 第二問題 假如真的要蓋的話 也許要先蓋 現在合格這個部分 先把4500元蓋完 那以後就可以繼續蓋上 要這樣規劃 那現在決策 還沒有做最後的決策 所以說現在 還在很多的選擇 很多的選擇 但我們希望 希望要儘快 對 你就再先給我們一個小美館 小美館 比較稍微小一點的 後面再變一個大的桃美館 但是因為你要都市計畫 如果再走 內政不這樣繞一圈的話 我是說真的 對 我覺得民眾覺得說完了 這完全這階看不到 這樣也不好 市長希望早點蓋 容積要大一點 那現在克服必須 我是真的建議 你們今年年底 一定要做一個清楚的決策 對 是先蓋1500坪就趕快上 對不對 那他們需求也好弄嘛 不然卡在這邊 大家都卡卡的 好不好 新公署處長 我們馬上立刻 趕快處理這個案 你們不能拖太久 好 部長請坐 那個局長 是 那個黃局長 是 第二個問題 因為你這個也新到任 我看你也是非常認真 在了解業務 那我當然看了一下 就你們目前的大 大致上今年的預算 總共加起來 你們本部大概41.7億 那養公署9億 新公署4.9億 但是再加上一個道路基金 道路基金就是28.6億 道路基金到底是屬於 新公署還是養公署的 屬於局本部 但是我們撥給新公署 和養公署來執行 如果蓋新的道路就是 新公署 如果養護就是養公署 我希望你真的要正式 要正式 去這個養公署 甚至新公署 他們的人力 人力不足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尤其你剛剛也特別說 台北市 或其他地方比起來 真的是小屋見大屋 但是他要處理這麼多一個經費 因為我現在看到養公署到這個8月31號的執行率 本預算的9億裡面 就是道路養護管理的工程 8.18億 目前執行率是不到30 我有點擔心嘛 因為你出去 你出去的話 大家對於道路的 不管是這個養護啊 大家都很在意嘛 那你這個部分是人力不夠 還是像我們在年初那個會期 搞了半天 3月4月都還沒發包工程 所以我們希望前面的帳 我就不算在你頭上 後面該怎麼衝刺的 該怎麼樣去這個層層決策的 我希望你能夠有魄力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我們預算的執行率現在也 正在提升當中 那明年的一些開口 微務期也會提早在今年底就開 好 那個兩位出場請坐 市長 那另外兩件事拜託一下 時間不夠啊 第一個 因為中立市 因為過去我做中立市市長的時候 我理解 便宜的地一定先蓋 不要錢的先來 我也是這樣 所以你們現在 幾乎都是找不要錢的啦 那是很棒很好 我沒什麼意見 可是再這樣搞下去 你沒有辦法 給到真正的需求的地方 便宜的地它有時候在偏的位置 有些人口聚集的區塊 我是希望兩邊要並進啦 有一些公園一地地已經放那邊 三十年四十年的嘛 你該徵收的 你真的 我是覺得每個地方都要找一個公園 來逐步來徵收 其實就中立市的預算來講 你們104年 新批的公園 沒有 105年 剛剛你的報告 六項 沒有 106的預算數我沒有看 我也不知道啦 但我們希望說齁 明年度啊 你中立至少 兒童公園也要開一個 最後一個啊 給你建議啊 剛剛我們有很多議員 真的非常關心便電箱啊 因為我是第一個嘗試去 這個畫便電箱齁齁 從中立市公主畫 畫了很多條路啊 那我要建議啊 對 畫很簡單啊 你知道嗎 四個電電箱啊 畫那個哇 那國際藝術畫 五個人頭啊 隔天一弄 因為中間一個人頭不見了 因為台電又搬走了換新電箱啊 我跟你講啊 如果台電沒有協調好啊 都亂七八糟的 所以 要跟台電協調好 要跟台電協調好 他要你畫完 一定說我的數字不 那個編號不能跟我拿走 我覺得他們腦袋有問題 現在GPS的定位 你知道嗎 裡面放個機片 拿一個箱子不知道在哪裡 他一定要寫編號 畫一個人臉在上面寫 寫個詞 所以我希望 這一間很好 跟台電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柏榜李議員 以及歐秉承歐議員 共用十分鐘 請發言 謝謝 我們公務局局長 李議員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大溪老城區的一個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只執行一個中山老街的部分 那麼其他的一個包含的中正 中央路 包含的中正路 所有的這些燈籠路 所有的電纜地下化部分 因為這已經嚴重影響到一個市容景觀 而且因為在整個推動大溪目的生態博物館的同時 這樣的電線感 事實上是也讓整個遊客覺得非常突兀 所以這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已經是世代必然 而且是應該是積極的一個進行 那我想說 目前我們除了中央這個中山路之外 目前登籠路有進行極部性的一個電纜地下化 以及中正路有進行極部性的電纜地下化 那麼其他包含的中央路 以及中正路所有 以及登籠路所有的電纜地下化工程的部分 那到底我們什麼時候會真正的完成 高一座 這個大溪老城街的染線地下化的部分 在整個登籠路的管線的部分 在10月6號確定會把管路的部分挖完 那一挖完以後 它的電纜電器的部分會進行布染 然後做改接的部分 所以登籠路的部分是確定在年底會完成 那中正路跟登籠路往和平公園那一段 也會在10月31號也會完成管路的部分 那大概在11月底會把這一段 就是北側這一段的 軟線的電器的部分也要完成 那中央路 那中央路它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在那個 改善變壓器要下來的部分 要變成停滯變壓器的部分 有三處 那三處的部分有跟里長 兩位里長都有去現場會看了好幾次 那因為目前來講就是那 有兩戶到三戶他就是反對下來 所以現在一直在協調這個部分 那這個沒有解決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那一段就可能無法克服 這個我想可能我們其他的 其他的一個模式 比如說高空化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執行這個 不好意思 這個現在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一邊也在推 流感不流線 就是把整個線流掉 那趕上變壓器的那個三處位置 看能不能把它留下來 那目前來講我們也跟台電在做這方面的協調 因為流感不流線的部分在全國目前來講 不多啦 那我們整個桃園市的部分 目前來講可能會想辦法跟說服這個台電 把這個情況解決 那個處長我想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沒有一個可行的對策的時候 我想任何的對策都應該是對策 所以以其 就是說以其維持現狀 那我們不如朝更好的對策去執行 所以這方面請你再多做努力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之前一直在提 我們升格之後所有的公園的一個現代化的部分 也就是說跟上整個我們生活的一個步調 包含的兒童遊戲設施 包含的一個所謂的休閒設施等等 包含的這些設施 是不是符合我們升格之後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是 事實上我們在升格後 我們也看不到它的改變 那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目前我們是不是有做更具體的一個作為 來做改善 對於就是說既有公園 一些老舊設施 我們和區公所是一起協調 就是說對老舊設施 大部分都是維護和更新 並沒有說對於每一個公園去做總體檢 或者說每一個公園賦予一個主題 但是新闢的有 比如說最近要新闢的一名公園 在平鎮的一名公園 我們就賦予它這個休閒運動的主題的公園 那新闢的我們會有這樣的主題給它 然後跟周邊還有當地的意見領袖討論 但是既有的是以維護和更新為主 還沒有進行全方位的總體檢 是 局長我想既然升格之後 我們前方位的總體檢事實上是必要的 否則到時候我們這邊某一個地方民眾 到新的一個地方去看 奇怪 為什麼同樣的一個公園 為什麼這邊有這麼多的一個非常好的設施 而我們這邊卻是維持非常陽春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總體檢 我們全市的一個公園總體檢 請我們公務局這邊加速來進行 那麼有關於圓寧路 是我們等於是進入大溪的一個路口的意向 但圓寧路的這個電線桿林立 那電線幾乎是這個所謂西轎藍堆 所以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說公務局出場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到底圓寧路這一段應該怎麼解決呢 我聽說這個還是我到現場辦個會看 我把圓寧路這個地方它所有染線的部分 還是要針對它整個負載去做調配的部分 那再找出最佳的放置位置 好OK 那另外局長我再請教一下 有關城鄭風茂的一個行塑的部分 也是我們區裡面的一個工作 那針對老街我們如果說 可以把整個老街回覆成一個老城區的一個概念 這才是我們所要的 那目前因為只有一條和平老街 一條中山老街 那早期來講 其實整個老城區 事實上就是一個老街區 所以把老城區回覆成老街區的概念 事實上是在推動整個大西 以大西為沐浴生態博物館 這樣的一個博物館概念來講 事實上是必要的工程 那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領定相關的一個計畫 來推動整個老城區變成老街區 這部分不好意思 我到目前為止這個部分 我還沒有掌握住 那我會來了解 那我想這個既然是我們公務局的一個執長 那就請公務局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 另外大西都市計畫早期 都市計畫有幾個公園都還未完成徵收 那過去的權責都是在我們區公所 那現在因為整個都升格之後 所有責任也應該落到我們市政務所上 那可能也要請局長稍微認真去思考 這個大西舊的都市計畫 裡面有幾個公園 未徵收的部分到底要如何是 第一個 它直接影響到土地所有權人的一個權益 土地的使用 第二個 也對當時都市計畫 我們承諾說這邊要變成公園 但是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私人的土地 而且是在那邊雜草重生 或者是一個沒有辦法被使用的狀態 所以這一點真的 我們應該是跑去檢討 所有的都市計畫內 未完成徵收的公園 謝謝 好請教這個公務局防局長 這個觀音區這個加附路 雖然不是觀音區的主要道路 不過是它連貫三個里的一個主要道路 那月初的時候也經過規矩的協助 是 辦理會堪 那我請問 這個加附路的設計監照 進行了沒有 那 我們都 這案子是跟區公所合作 由區公所來負責辦理設計監照 然後我們來協助 預算的益助這樣子 對啊 金貝還是你們公務局出的 對 金貝由我們出來 然後委託區公所來辦理 那最近 有一些案子 我們都跟區公所協調 因為他們在地方 有一些比較小規模的案子 都委託由區公所來規劃設計 那規模大一點的 由我們公務局來設計好 再委託他們來發包施工 那主要意思說 這一件就是由區公所 對 來設計監照 是 然後我們補助他們經費 這樣 我們來籌籌經費給他 是 那這個 我們公務局了解什麼時候 會這個發包嗎 年底以前會完成 你說明一下 報議說這個部分 設計的部分 我們請公所在年底之前 把它發包出去做設計 是 農曆年還是 國曆年 今年年底之前 國曆年 國曆年 好 那希望 柜局 跟公所這個 協調 這個 儘快 來發包完成 是 全面加封 好 讓這個三個里的民眾 在行的安全 可以得到一個保障 好 這沒有問題 謝謝 局長 也恭喜你 到桃園市來服務 回桃園 回桃園服務 我是評證人 回向服務 是一個很榮幸 而且很快樂的事 那我也在這邊建議 是 櫃及的同仁 我們整個桃園市的道路 不要說經過民意代表 建議才來做 我認為是 應該你們的同仁 應該平時 就要 到 國區 來 這個 懸釋這個 道路的狀況 如果有不好的道路 應該你們 主動 就要來 做一個規劃設計 來改善 畢竟 我們 全體 台灣市民 都是 納稅義務人 是 那 我們繳了稅 繳給政府 那政府也應該 做好 這各方面 對人民安全 有保障的部分 希望 黃警長 雖然你 道任不是很久 不過 我還是建議 這方面 希望你能夠 加強來做 是 好 謝謝 道路的維護 和家鋪這些工作 他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我們主動的去做 依指標去評估 一個是地方的建議 這 我們會雙管齊下 謝謝 好 謝謝其養 請坐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請坐 好 很 謝謝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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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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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造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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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 希望希望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所以说 我们 包括我们 15米以上是 我们的桥爱一街 我们的银行 公主有公主 未来的 对 就是所謂的電線電線地下化的部分 如何在市區的部分 你要如何的趕快加緊我們腳步之外 你在郊外 戶外的部分 尤其是在比較偏遠的地區 你要怎麼做 你們要趕快能夠拿出一套辦法出來 不要每次颱風一來的時候 哇你看斷電 這次斷電幾乎造成我們民怨 好不好這部分我想 希望我們業務單位特別重視一下 鄭鋒處長我再請教一下 剛剛有特別提到 衛生局的事情 我想這颱風案子 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是我們經由我們內部查核 做檢舉出來的 那我每次在提我們正風處 不要每次都是後知後覺 後知後覺很多案子 我想說你在正風處這位置上也蠻久的 那我想你們同仁也非常用心 那我想針對於一些相關的案件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未與籌謀的能夠先一步能夠了解 不要等事情出來的時候 才發現說 你們正風處一問三不知 後知後覺 我想這部分也希望業務單位能夠再加強一下 好不好 請坐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處方 吳議員 吳議員三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 前校公務局局長 剛我們那個楊爺提到過 關於那個路樹的部分 我想說這個路樹 我聽過高速公路的時候 發現它發現到 高速公路的路 它的那個高度都非常的平均 然後我們在市區的那個那個路樹 甚至有的甚至把那個 我們山上的那個樹 都移到山下來來種 我想造成大陸的那個 每次遇到颱風的時候 造成大陸的一個阻塞 造成大陸的那個樹木的那個 那個樹枝樹葉 滿地都是的時候 在大陸上影響交通的時候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說那個請那個公務局 能不能說統一 我們整個全市 全市的那個路樹統一 它的一個高度 這樣它的高度不要超過 看是不要超過100公分 或180公分 像是的話呢 一到颱風的時候呢 是絕對不會被那個颱風吹倒 對不對 像你看看那個高速公路 我們從來沒有很少看到說 高速公路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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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景觀 那個路樹會倒倒下來嘛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市區的那個 那個道路的那個路樹才會倒 而且造成很多我們 財力上的損失 然後影響我們人力上的一些 一些資源一個浪費 非常辛苦的是誰 我們那個清潔隊也 所以說每次到颱風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台灣是一個 一個海島型的一個氣候 所以說颱風的機率非常的高 所以說這部分我想說那個公務局 能夠做到一個考量 是不是說整棟我們整個 桃園市的市區的那個路樹 那個安全島的路樹 能夠統一它的高度 然後統一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摘種的那個植物 像有的那個那個 那個路樹有的是種植一些 像那個高山 高山區域才有種植的那個 那個樹種 摘種到我們那個市區來 我想這非常的不適合 所以一到夏天的時候 它絕對是怎麼樣 絕對是哭著哭死的嘛 所以說你們會每一年都會常常 換這個路的那個那個樹 對不對 我想說這個部分我想那個局長 你們在那個體力 讓統一我們桃園市 所有的那個路樹的高度 能夠能夠統一 樹木它的成長 要統一它的高度是比較有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台灣的延伸種 現在的主流都是選擇台灣的延伸種 還有那個路樹是 當然延伸種是最好啊 我就是說那個高度不要太高 不要超過兩三層樓 三四層樓 當然一風一來的話 一吹就倒了嘛對不對 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想說請那個局長 能夠做一個檢討 好不好做他們的檢討 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關於那個那個 關於那個水塔的部分 也是我們公共局在管嘛對不對 水塔 水塔跟那個廣告 廣告招牌 現在是都發局的監管處 那個招牌呢 也是都都發局 我想說這個跟你們也有相關 我想說這部分 我希望是說這個廣告招牌 或者是那個水塔 那一定要這個年齡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萬美林萬立岩 萬立岩 萬立岩請八議員謝謝 好謝謝議長 首先請教一下黃局長 黃局長 黃局長我想這次的這個颱風喔 真的很難得看到 桃園市過去都是浮地 沒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這次的颱風真的非常嚴重 那在這次颱風當中 不要說是比較偏遠的鄉鎮 區域喔 連我桃園市 其實停電戶都達到非常 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數字喔 那但是呢 今天大家所提到這個 電纜地下化 是 那也是因為這次颱風 然後這個停電戶這麼多 所以呢 大家開始重視這件事情 又想起來了 政府曾經給我們支票說 要來做這個電線地下化 但是呢 每一次每一次 我們看到那個進度 是為復其為喔 那今天呢 你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哎呀這個好像都是台電在主導 台電要跟我們怎麼樣編經費 然後怎麼樣去分擔 我覺得 當然因為你剛來 我們也不忍苛責喔 那以前啊 以前一直沒有做好 當然今天你來到這位置上 也要這個全盤蓋花承受嘛 所以呢 我想你去年啊 你去年是 你今年是編了八千萬 明年打算編一億嘛 對不對 那我請教一下 你在我們桃園市各個區 跟這個桃園區裡面 各個位置 你是怎麼去分配 這樣的一億的預算 你不要說一億啦 今年的八千萬怎麼分配 今年的八千萬 我想請 因為是去年編 今年是編六千萬 然後明年是編一億 去年是編四千五百萬 那整個電纜地下化的部分 是在台電的一個公告地下區裡面 它有個區圖 那我針對桃園區跟 我跟你講 局長 他說是台電公告區有個區圖 錯 第一個 你那個區圖這個計畫 不透明 不公開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來跟我講說 萬元你為什麼不去 跟市長要一下 你覺得哪一個地方 是你重要的選區 你要一下 市長他會給你的 我跟他們說我不要 全桃園區都是我的選區 哪有分重要不重要的地方 你叫我們一個議員去要一個區 來做成績 我告訴你 這就是不公開不透明了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今天全桃園市 如果共享這筆預算 那我認為像剛剛邱家亮講的也很好啊 如果真的非常嚴重的地方 有急需的地方 或者是我覺得按照輕重緩急 你要有一個計畫出來嘛 不是只是告訴我們那都是台電嘛 這像話嗎 預算是這樣給你們按著畫按著玩的嗎 對不對 我覺得喔 會後啊 你把今年度要執行的 已經執行完畢的是怎麼執行 那麼還有剩餘的款項 跟剩餘的區域怎麼執行 來告訴我們 那麼明年度的預算 你馬上就要送預算上來審了 你要把計畫附上來 否則那個預算我覺得 我們也沒有辦法同意你這樣去做 好不好 好 那第二個部分喔 我想這個道路養護工程的部分喔 你在這個養護工程去年 今年的預算8.1億 你執行大概2億多 質詢率大約三成左右 對不對 另外你有一個 道路養護工程基金 將近29億 那麼這將近29億當中 也大概執行了10億多 所以你的質詢率還是在30幾% 也就是說到現在 已經是要邁入10月份了喔 我不知道你這個資料是8月 還是到9月 那麼眼看著只剩下三到四個月 預算可以執行的這個時間 但是你都執行了三成而已 你都執行了三成而已耶 對不對 局長你剛來多久 三個月 你剛來三個月 你剛來三個月喔 其實喔 往前推 還是上院局長的時候 我相信他有拖到很多很多的 這個預算執行的時間啦 但是呢 你來一往這位置一坐 以你的專業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你看了出來以後 你是不是應該 欸 講得不好聽一點 今天飛機delay也要稍微加速再開一下 才能在這個目的地的時間內達到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三個月當中 請問一下 這30%的執行率 在你的這三個月當中 是執行的多少 這個統計資料是 百分之三十大概是八月的 那就是你來兩個月嘛對不對 對 兩個月當中這30% 有多少是你執行的 百分之多少 我粗估大概百分之十 百分之四 十 百分之十 來到這個位置上 這個時機點來 你也很清楚 就是一個救火隊嘛 對不對 那來到這個地方 你按照這樣的速度來救火 來得及嗎 來不及 來不及 對 我還得再加速 來不及還得再加速 是 那我今天要講說 你今天我們給你這麼多的預算 有一些預算是希望有一些計畫型的預算 不管人家開闢新的道路 還有天天政市長口中掛著談的 陸屏陸屏 陸屏是大家最有感的嘛對不對 不要跟我說 我們因為人力很少 台北市人力很多 我們因為我們的預算數很少 台北市預算很多 如果眼前看到這些問題點跟困難點都存在 每一個局長上來都跟我講一樣的話 我為什麼要換局長 各位 那個 進行陸屏這件事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換局長啊 那請問一下我為什麼要給預算啊 那如果說 你因為人力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做好 那預算不要編了 這條就算了嘛 陸放給他爛好了 是這樣子嗎 不是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對於就是說陸屏的工程 有一些我們會提早 我把養工處的相關的工程 我跟你講啦 局長 你有一些專業的做法啦 但是我希望 能夠落實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過去的乘客必病 要去改進 這也是你當務自己要做的 我知道 第三件事情 你上來以後再做10% 這是不夠的 10%可能是你多估啦 搞不好是7%或者8% 9%我不一定 所以呢 這樣的速度也是不行的 預算給了你那麼多 結果你預算的執行率這麼的差 然後甚至於我相信 這在這麼多的預算當中 還有很多是計畫型的道路要開闢 你也沒有下去做 對不對 所以我不了解 你每一次啊 你公務局 編那麼多預算上來要求我們審 然後呢 只會編預算 你局長回答我一句 我公務局編預算是我的天職 編預算是你的天職 編預算是你的天職沒有錯 執行預算才是你應該要做的本分啊 是 不是編預算是你的天職 執行預算就是看著辦 對不對 你的心態啊非常可以啊 什麼叫做編預算是你的天職 執行預算的能力這麼差卻不去檢討 天天扶編預算就要上來 然後告訴議員同事說 那你們刪嘛 有本事你們刪啊 這什麼態度 沒有我沒有這樣子講 局長到位親口跟我說 編預算是我們的天職 想算預算你們議會刪啊 有本事過得了你們刪嘛 如果是你們該缺的這個預算 你敢刪你刪嘛 天職這兩次不能這樣講 我跟你講喔 編預算 編預算是你該做的事沒有錯 但是執行預算才是更重要的 我說捍衛預算是我的 我們當我們官員的義務 你再講一次 不要講這個啦 該做要做 沒關係你再講一次 也許本席誤會你的意思 你再講一次 是啊 該做就做啦 不要再講 你再講一次沒有關係 我瞭解看看 如果是我誤會你的意思 我給你道歉 沒有啦 這我 也許我說 我記錯了 我要告訴你的事 編預算 是你就 過去這一局 執行的狀況 未來桃園市 在你的局的業務的展望狀況 編下最實際的預算 而不是我想要多少錢 我開口 我就要叫鄭市長說 就給我這麼多吧 根據過去根據需要 對不對 來到議會 反正 這個議會 這個大家不太敢刪我的預算 到時候刪了哪個預算 我就說 路不停都是你刪的預算 道路不能開你刪的預算 很多的借口都要賴啊 議會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 非常的可疑啊 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 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 你在這個位置上 我是覺得也不會做太久 對不對 你來這邊的專業是這樣子的嗎 只是負責編預算 我跟你講 預算要實實在在的編 否則你就是藐視議會 你把我們議員每一個人當成什麼了 對不對 我們議員在看預算書 每一筆每一條 都是要看緊我們的預算 都是要為人民把關 每一條我們都看過 才能夠給你們 如果你的預算執行率是很差 請問一下 我怎麼有辦法把這個預算給你 對不對 道路養護工程到現在 剩下四個月的執行率 你不管是這個道路養護工程8.1億 還有我們的基金 將近30億 你執行率都只到三成 我要講的是說 你後面的三個月會四個月 難怪民眾常常都覺得 到了年底啊 為了消化預算 那麼密集式的拼命去鋪路 密集式的拼命去做工程 人民不甘其勞啊 然後工程品質也有問題啊 這就是你剛才說的 因為我們只負責編預算 執行率放在第二第三或第四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過去執行率卻不好 品質不好 這個來要改善 另外我要講 就是因為這種心態喔 我們桃園市場二至五蹄塘 是我在任內 在過去的八年 我一直積極爭取 希望二至五蹄塘 能夠做景觀步道 那麼能夠做景觀公園 那麼我們也跟你爭取預算 那我想喔 爭取這個預算最重要的是 預算趕快編下來 可是編下來的重點是什麼 今天我沒有能夠執行的出去 你今天水利會 發文都已經說了 他不同意 我們去使用他的這個區域範圍 他在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你還把預算編下來 還造成地方的里長誤會 那麼公告周知所有的里民說 因為預算編下來 水利會也同意了 馬上就要做了 你知道嗎 你這個是憲政市長於不義 你這是讓我們的地方市民空歡喜一場 你不積極去跟水利會溝通 那麼或者是要跟他架構 或者是跟他再請求 然後去編這樣的預算 然後告訴我們說 那你刪吧 這個預算是我們爭取的 結果你要我們去刪他 我要告訴你的是 預算編下來 執行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二至五平堂 你編了兩千萬的預算 這也是我們過去八年來 我們在爭取的 而今水利會因為他不同意 好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陳美媚陳議員 以及吳宗憲吳議員 共用十分鐘 請發言謝謝 謝謝議長 我想先就教於我們公務局 黃局長 陳議員 我們目前桃園 就是橋樑都有定期在檢測 那我們桃園目前最老的這個橋樑的話是 有幾座幾年 那個陳議員不好意思 我跟你報告就是說 有關於橋樑的檢測 我們是按照公務局的橋樑檢測規範 每兩年進行檢測一次 那您提到說哪一條橋樑最老 這我會後再查明告訴你 好我是 會後的時候 能夠給我們資料 再來就是 最近啊 我們也 就是 那個 發現 我們 那個 南坎西的 這個 南平路橋 好啊 好 局長 你有看到 我們這個 路橋啊 它有一些 軍列的部分啊 是不是會有影響到 民眾的這個通行的安全啊 或因為 我發覺我們很多橋樑 有時候都會有 就是 一些樹啊 雜草啊 之類 它會長出來 會破壞橋的一個結構 我們是不是能夠針對 一些橋樑的部分啊 這些相關的檢測啊 或者是說它有路燈的部分啊 它是不是因為 這個颱風天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影響到 整個 這個 在施工的時候 的後續的這一些 維護保養 跟陳妍報告 這個 南坎西這個幾座橋樑 最近的 檢測報告 大概到10月會完成 那 會按照這檢測報告的結果 來進行改善 那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了解 這些橋樑都沒有 有結構安全之一 那長草這個部分是 有時候是 落水孔 或者伸縮縫 那它因為有一些 泥沈在那邊的時候 它會容易長草 或長一些小樹 這我們會來加強清理 因為 這個 後續啊 你因為沒有去管它的話 有時候有一些 可能是榮樹的種子啊 可能那影響那個橋樑的 這整個結構會非常的嚴重 再來就是 這個有關於這個 路坪的部分 像我們最近 我們也發覺到 我們這個 龍壽街 之前有重新鋪設過 但是龍壽街 它是屬於 有一些 比較重載的一些車輛 經常在使用 最近也發覺到 從文中路往蜀桃 這個方向中間的路 有一些凹陷的情況 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對於 這些車輛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來做 一些相關的管制 或者是怎樣再來補強 這個路基的部分 車輛管制 是交通局這邊 可以去設一些限中的規定 那 剛才提到說 如果說 那邊的道路有 路基不良的部分 這 我們會來進行改善 就是剛剛那條路 再來就是有關於 我們現在這個國際路 這個道路品質的部分 尤其是文中路到中山路這一段 整個路況不是非常的平整 也是需要後續來加強 還有就是 我們這個國際路 尤其電纜地下化的工程 鐵路 就是從鐵路往八的那個方向 目前 因為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我是希望說 能夠想一個怎樣的 比較好的方式 這一段的電纜地下化 能夠盡快來進行 好 這我們來跟台電來檢討 好 再來就是有一個 就是 之前 我們上次跟市長去香川縣做參訪的時候 我們發覺他們的人行步道的設計 比較有人性化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 人行道的部分 我們也一直在講求人本設計 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未來規劃的這些相關的人行道 這個設置的時候 這相關的缺口的部分 也能夠更符合 民眾的使用 還有就是 生臟者在使用上的方便性 可以 我們目前的人行道的規劃 確實如陳妍所說 是朝人本為主 也是無障礙的環境的布設都會有 是 因為我是發覺說 我們的這些人行道設計 有時候還是 沒有完全非常符合 這一些生臟者在使用 所以我是希望說 能夠 你們也 各單位也參訪過 很多 不管是歐洲國家 或者日本國家 這一些相關的設計的時候 也能夠把這一些 人家的好處 把它參考進去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 一文園區的 那個停一停二的 這個 就是 停車場的這個平面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 能夠像 台中的綠圓道這樣子 比較 就是 比較有設計感 這個 停車場用地 我們會來跟交通局協調 就是平面的部分 我知道 因為 目前 這整個 平面 的景觀 希望說 能夠跟 臨近的 這整個周邊景觀 來做一個結合 好 這個 我們來 檢討 好 再來就是 像 也經常提到說 像我們 南侃新市鎮 的都市計畫 這個 有一些 遊戲公園 因為人口 比較稠密的地方 還是有很多沒有開闢 像 春日路 福山街 這個 一個遊戲公園 已經好幾年了 都還沒有開闢 我是希望說 我們現在有相關的這些 就是開發的一個規劃當中 是不是也能夠把它列入進去 好 這個 會後我們也來了解這個狀況 如果說有一些道路需要開闢 我們納入整體那個 道路開闢的實施計畫裡面去檢討 是 我講的是遊戲公園 公園喔 對 油 好 遊戲公園 好 謝謝 黃局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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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來沒多久啊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昨天颱風來了齁 其實我們觀音有一萬兩千多戶停電 這個是一回事齁 還有 還有一回事就是 所有的紅綠燈通通不亮了 然後 廣大路跟福山路 發生A1的車禍 一個女孩子死了 我之所以要告訴你 剛才我延續楊朝偉議員的話 他說平常就要檢 我拜託你 我們的停電原因應該都是路數的關係 颱風前先檢 昨天我去看了那個 那個行車紀錄器 連監視器都沒有 發生車禍 結果是直接就撞上去 就走了 做些善事齁 我想這是我們官員 最好的一個福報 路數 颱風前 別的時間我不敢講 颱風前 務必把所有 到今天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副市長 我的行動電話 現在行動電源還插著 我到現在還有人沒有電 一堆人沒有電 關於有一萬兩千多戶停電 所有的原因都是來自這邊 所以以後一定早一點要修了 好 這一點 這一點一定颱風來前 我講 拜託 修好 那其他台電的事情 那我改天再說 今天先跟公務局這些問題 局長你也剛來 特別跟你要求這點可以嗎 好 這點我們一定做的 那月桃路應該也在開始要準備了 是 我們觀音之前有一條叫中副路 中副路 他有一條很小的 很小的一台連結車進去就不行 就不能匯車了 所以呢之前有匯刊 想要新闢一條道路 新闢一條道路是直接通到山東路口那裡 這條到現在我想應該都已經停掉了吧 是不是交給交通局還是你們新闢的道路 這個我們回來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林立寧林議員時間五分鐘 以及楊超偉楊議員工用五分鐘謝謝 謝謝 鄭峰處長 我要請教你麻煩你 就是因為在升格之前 我們很多的回饋金 尤其是我們大溪回饋金 我們議員幾乎都看不到 那升格了以後 回饋到我們桃園市政府的時候 我們慢慢的翻翻 才發現說 這好像回饋金過去都是這些 鄉鎮市首長的一些小金庫 那我這邊有個案子 你幫我查一下 就是大溪讀金協會 他用他的回饋金 每一年補助這個社團 六十萬來委辦這些讀金的活動 讀金活動當得很好 我想辦這個活動當得很好 但是這個理事長會長 我一看黃瑞松 黃瑞松是誰啊 區長 自己的鄉鎮首長 補助自己的社團 然後又是自己人在那個 我就搞不清楚說 這個錢怎麼會是這樣子用啊 所以說我希望你喔 是不是針對該案的部分喔 查一下 10105 104 103 102 這個協會到底用了我們多少